少年因不断高强度996加班不与疲惫不幸猝死 结果却意外穿越到玄幻世界 成为青云剑中的一名小小真传弟子 为了不重导速折 他立下誓言 在这个修仙的世界绝不加班 别人起早贪黑练剑 他躺在树下摸鱼百万 面对逃跑的敌人 他果断放弃追击选择下班 这就是华青云的朝九晚五修行法 昨天完成任务的华青云正在树下不叫 献杀了在旁边内卷的弟子 在苍原界中 境界共分六层 从低到高分别为炼气境 华灵境 巨魂境 灵弓境 紫府境 灯仙境 每一层境界又分九重 而华青云为了更好的摸鱼 自封实力在灵弓境 就在华青云摸鱼的时候 门内弟子找到他 说是宗主找他询问一些昨日任务之事 好在华青云提前和门内弟子打好了招徒 让他们帮着隐瞒自己的真实实力 而眼前的这名神态庄严的大叔 正是青云剑宗宗主 温剑 其实力更是达到了灯仙境 人送外号 青云剑宗 可华青云只用一小盒茶叶 就让如此大佬沦为舔狗 谁能想到堂堂青云剑宗 居然是个茶银子 投其所好 和领导保好关系 可是打工人的必修客 随后华青云拿出昨日脚户的血魂珠 当温剑看到血魂珠的时候 淡定不起来了 想要告诉华青云这血魂珠的作用 可一直想躺平的华青云 并不想知道这些 刚打算逃跑的华青云 便被温剑教主 开始了对他的说教 要不是华青云每日摸鱼百难 四位堂主怎会来找他 商量罢出华青云的真传弟子之位 听到要罢出自己 华青云露出了愉快的表情 那真是太好了 要是降为那门弟子 看以后还有谁敢对他摸鱼有意见 而华青云这奇葩的脑回路 气得温剑血压飙升 而就在此时有着青云剑宗 头号真传弟子的越剑心来访 青云剑宗真传大弟子越剑心 不仅是明觉是美少 更是年纪轻轻便达到 子府进四重修为 实力和人气都是宗门套一 被看作青云剑宗的未来 而百烂王华青云 则是真传弟子的倒数第一 令越剑心不解的是 数万内门弟子 夜以继日 只为成为一名真传弟子 可自己的这个师兄 却想从上往下爬 而华青云给自己找的借口 则是自己卡在灵宫境已久 所以想从内门重新开始 巩固基础后再突破瓶颈 月剑心露出崇拜的神情 他没想到华师兄如此上进 对修行之道考虑得这么深 和传闻中的完全不一样 师妹 低调 低调一点 而温剑此次叫月剑心来 是因为几位堂主 对华青云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们的要求 就是让华青云和月剑心 一同执行任务 学习一下首席大弟子的勤奋品行 华青云一脸黑线 月剑心可是宗门的内卷之王 以一己之力带动了宗门的内卷风气 一个内卷之王 一个百烂之王 怎么可能一起出任务 于是便以自己太菜 怕给月剑心拖后腿 唯有打算拒绝 可月剑心却是两眼冒光 一脸激动想要和师兄相互扶持 共同进步 还打算利用此次任务 让其证明自己 打破外界的谣言 华青云直呼好家伙 还想趴我 让我也内卷起来 为了逃离魔爪 华青云便以无人照料茶园为要挟 可为了让华青云不再百万 温剑也是给华青云开出了福利 那就是华青云能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就给他放假三天 完成任务就能百万三天 这种好事情 华青云怎么可能拒绝呢 一个是内卷之王的爵士美少女 每天刻苦修炼是他的日常 而另一个则是百万之王 每天正午起床吃饭 墨语百万是他的人生信条 不能怪华青云不努力 只因前世的他每月加班不幸猝死 导致穿越到修仙界 开始了朝九晚五的修炼生涯 别人起早贪黑炼剑 他却到点准时下班 可即便如此 有着变态天赋的他突破境界如饮水 早已经悄悄成为极强的存在 面对宗主的苦苦哀求 他终于同意和师妹一起去完成任务 正午刚起来的华青云便看到 月见星自律修炼 月见星一脸不爽 他这个师兄不仅一觉睡到正午 而且竟然还迟到 在华青云的字典里没有早起 他认为中午不睡 如同死灰 可在他迟到的这一刻钟的时候 内卷之王竟然挥了三千次剑 我这师妹果然内卷 真是无时无刻都在修炼 而此次两人的任务是 调查天云山脉村民失踪的原因 两人认为 村民无故失踪应该是和魔宗有关 月见星让其放心 这次出门他会照着华青云的 果然隐藏修为就是爽了 华青云不但抱上了大妥 完事还有三天假期奖励 这不是妥妥的摸鱼还有奖励吗 当来到天云山脉 月见星提议一起去找村民打探下限制 可华青云却掏出了钟表 有时已到 倒点下班 随后便把询问村民一事丢给了冤种师妹 华青云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客栈休息 在付钱的时候 华青云就发现了店小二有古怪 可他已经下班 所以直接回房间摆难 因为月见星打工加班回来之时 店内房间已满 两人只好同住一个房间 月见星虽然害羞 怕他这个师兄对他图谋不轨 可转念一想 自己这个师兄不过是区区灵工进 自己完全可以保护自己 有着高质量生活的华青云 优雅地吃着夹心饼干 可在他师妹眼里 修行之人应当清心敬意 摒弃食物的诱火 只有内心清静下来 才能努力修炼 可上一秒言辞说教 下一秒便被啪啪打脸 华青云直接反客为主 告诉月见星避开这些就能使修行一日千里吗 还不如享受生活 直面现实的诱火 勇于尝试 总结起来就是 明彻本心 可以见真 以真会真 自现诸相 相众不染 方显自在 自在如常 乃未自然 月见星一脸激动 说自己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 随后便对着桌上的典型疯狂吃了钱 这可把在一旁的华青云心痛坏了 你压得误了个锤子 夜深人进了房间内 华青云床上睡 月见星避上修炼 可他二人不知道的是 危险正在悄悄来临 这个妹子有多自律 每天都要挥荐三千次 以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宗门的内卷风气 年纪轻轻便是子辅进修为 更是被宗门当作下任宗主接班人 而我们的男主华青云和他形成了鲜明队友 不仅每日摸鱼百难 到点下班 就连遇到袭击都让他这个师妹出去挡枪 自己则上床睡觉 这就是华青云的朝九晚五 从不加班的工作里面 夜晚 月见星正在房间内打过修炼 殊不知迷香已经悄悄飘进屋内 当他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 自己已经被这迷香麻痹了身体 瘫倒在了地上 在月见星即将昏厥之时 还不忘提醒躺在床上的摸鱼师兄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华师兄可是隐藏大马 这点小手段在他这里 就是小儿科完全不够看 寂静的森林中 殿小二正在向魔宗之人邀功 毕竟今天他放倒的 可是青云剑宗的首席真传弟子 外加一个没听说过的小跟班 为了奖励殿小二 魔宗小老弟直接送他归了西 并派出自己两名傀儡前往客栈 要将月见星和他的小跟班抓来 醒来之后的月见星 看到华青云正在他的身边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 让自己的墨鱼师兄赶快逃跑 华青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傻师妹 月见星这事才反应过来 为何华师兄没事 华师兄的修为应当比他更早被放倒才是 因为华青云来到客栈之时 早就察觉到殿小二不对劲 所以时刻都在警惕 随后华青云便给月见星 这个出入社会的新手小白 言传深叫了一把外出做任务的注意事项 如今的华青云在月见星的心里 可不再是那个传闻中 整日只会摸鱼百烂的真传弟子 而是三言两语就能帮助他悟到修行奥妙 时刻保持警惕之心 就他性命的暖男帅哥 可谓一美中不足的是修为有点差强人意 要是让月见星知道他师兄的真实修为 怕是要跪舔华青云了 二人正打算休息的时候 魔宗弟子派来的两名傀儡 正在向他们这边快速袭来 察觉到危险的月见星第一时间开启了战斗模式 并挡在了华青云的身前 刚打算让华青云想心 转头就发现华青云就要上床睡觉 让自己的师妹出去挡枪 也不知道月见星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憨上这么一个百万师兄 正在气头上的月见星对着敌人 便是一顿疯狂输出 发泄心中的不满 果然发起火的女人比男人更加恐怕 所以兄弟们不管在哪都不要得罪女人 当烟雾散去月见星才发现 袭击他们的竟然是东荒第四宗门的子林中弟子 刚看到他们的眼神 月见星才察觉到他们已经被魔宗封锁了神魂 成为了傀儡 就此确定云根村的失踪事件 果然是魔宗在背后搞鬼 而这两名傀儡的实力 至少都是子俎进三四重的境界 此刻的月见星有点不爽 正好用他们摸摸手中的剑 少年穿越到修仙界不努力修炼 却每日默于百滥 出门在外 脏活累活全部都交给他的冤种师妹来干 碰到嫡妻妹子还会化身保镖 如此舔狗的师妹要去哪找 最坑爹的是华清云不仅是明见到天才 实力更是逆天 而他为了更好的百滥所以才自封修为 今天睡觉观战 暗中出手帮助师妹击溃强敌 差一点就暴露华清云隐藏大佬的身份 被拉出去挡枪的月见星把气 都出在了两名傀儡身上 并动用了自己绝技清云剑军 薛云断月 只此一招便将两名傀儡击飞 而这斩出去的剑光 更是分裂出无数道剑气 这一幕也是利用神念观战的 华清云探为观止 虽说这样能造成群体伤害 但威力也下降了不少 其中一名傀儡已经身受重伤倒地不起 傀儡师姐看到受伤的小师弟 竟然恢复了一丝自我意识 而他此刻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和月见星不死不休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斗真是可怕 那刀光剑影的场面简直令人震撼 果然爱会使人爆发出无限的潜力 就连月见星都有点招架不住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 月见星也不再保留实力 打算结束这场战斗 躺在床上的墨渝王者华清云 也很是佩服他这个冤种师妹 这么短时间的碰撞 就能测出对手的身体 可华清云还是有些担忧 毕竟两人同为子府近似重修为 但子灵中弟子身为血鬼 亦是被封印 处理起来对月见星还是有点棘手 此时的月见星正在聚气 打算一招致敌 华清云意识到他这个师妹 似乎并未察觉到危险所在 于是从窗边接住片树叶 以防万一 而此刻的月见星已经聚气完成 用出了清云剑绝中的拔剑式 直接将傀儡妹子从空中击落下来 月见星终于松了口气 总算将他俩制服了 就在月见星思考要如何唤醒他们的时候 那名傀儡妹子竟然偷袭月见星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片叶子从月见星的面前飞过 击飞了刚才的攻击 月见星傻了眼 刚才的那一招如果中了 他必然中伤 反应过来的他 来不及多想 一个瞬移便出现在傀儡妹子的身后 将他打晕 并将这两名子灵中的弟子带回了客栈 回到房间的月见星一直在想 刚才到底是谁出手相救 本以为出手相救的是他的百难师兄 但华清云一句自己一直在房间躺着睡觉 直接将他排除在外 毕竟在月见星眼里他才灵公敬而 怎可能会有这种手段呢 月见星提议将子灵中的两名弟子带回宗门 让长老们去除体内的血鬼之种 可这样一来那魔宗之人就跑了 为了三天假期的华清云 此时站了出来打算略微出手一下 这可把一旁的月见星吓坏了 生怕他这个百难师兄将子灵中二人变成傻 当他看到师兄同时摘出两人的血鬼之种的时候 直接傻了眼 华清云更是一脸自信 救人如救 双线操作才够快 一直被人认为是摸鱼百滥的华清云 其实却是一名隐藏大老 略微出手就将血鬼之种摘除 救活了子灵中的弟子 醒来的子云很是惊讶 竟然是清云见东的弟子救了他们 华清云询问他二人是怎么被魔宗长老抓住的 原来早在一周前 他二人便奉宗门之命调查村民失踪的情况 他们一路追查 发现一位魔宗长老竟然拿村民的血进行祭练 可却误入对方提前布置的陷阱中 随后便被魔宗长老镇压 他们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中了邪术成为血鬼 静悦信德华清云成功将他二人救下 为此感激涕零 如今的月剑星对华清云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帝 因为就在刚当他亲眼所见 华清云略微出手就将两人的血鬼之种拔了出来 这番操作也是令他当场傻隐 因为血鬼之种埋在湿海的深处 在不伤及他人性命的情况下 将其拔出 堪比大海捞针 就算是宗门的长老出手也没有如此丝滑 华清云为了不暴露他隐藏大佬的身份 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了不去 而华清云就完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处 这可把一旁的月剑星期坏了 明明就是随手一挥 哪有动用什么天台地理 人家又不傻 怎么可能答应 可下一秒便被啪啪打脸 妹子回到宗门以后不仅要送零食 更要向宗门弟子宣传华清云的威名 这妹子是不是脑子嗅到了这都能答应 没想到华清云出门摸鱼百万 竟然还能转到外快 华清云让他二人回忆一下 被抓住时可忌的那位魔宗长老的具体情况 他们只知道此人名叫莫轩 正面站立不咋地 就是个小垃圾 可此人却很擅长使用阵法和用毒 他们就是被毒给放倒的 这点小问题在华清云眼里完全不叫事 华清云说他有种担药 能够让他们在三个时辰之内 免出毒箱 并问他们三个可有信心制服那名魔宗长老 子云一脸自信 没了毒箱他分分钟就能敲死那个魔宗小垃圾 让子云没搞懂的是华清云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 华清云竟然说是为了救他二人身体虚弱 其实就是不想加班吧 很快三人便前往森林寻找魔宗长老的踪迹 子云看着手中的丹药 他心中还是不太相信华清云的丹药真的有那么神 但开弓没有回头剑 三人将丹药吞了下去 正在三人打算要如何寻找魔宗长老的时候 月剑星突然感觉到了危险 因为早在伴住箱前开始附近就没有了生灵的气息 原来他们早已经踏入了敌人的阵法之中 只见月剑星斩出数道剑气 将阵法幻想消除 而周围竟然是一片长河 这些黑泥似乎都是死去森林的尸体所炼化 就在此时那魔宗长老终于出现了 竟然有人敢打扰百烂之王睡觉 真是不想活了 毕竟在华清云心中 没有什么是比魔宇百烂更加重要的 森林中的魔宗长老终于出现 三人看到莫宣满脸气愤 莫宣也是有点小疑惑 没想到他们的邪魁之中 这么快就被拔除了 他断定月剑星身上定藏有什么秘宝 当看到少了一个华清云 莫宣更加嚣张 以为华清云怕了自己跑路了 没想到主角不再也会被嘲讽 看来百烂确实招人恨了 紫云率先出手 毕竟收拾莫宣这种垃圾 害一个人就够了 直接一棍子就对卓莫宣狠狠杂趣 可当烟雾散去的时候 紫云却没打到目标 毕竟莫宣之前在他手上吃了一次亏了 这次还是有所防备的 紫云宣的小师弟打算趁其不被搞偷袭 可还是被莫宣察觉 并嘲讽他们正派弟子一个比一个蠢 中了他的尸骨香却浑然不知 此时一道剑气便冲着莫宣攻去 莫宣本以为挡下了攻击 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 毕竟青云剑宣第一真传弟子可不是徒有虚名的 三人漂浮在空中 当月剑星发现地面上竟然空无一物 一脸不爽 居然没打中 而毒气也扩散到月剑星四周 当莫宣看到他三人都中了尸骨香 哈哈大笑 因为中此读者石兮就会倒下 可石兮一步 当莫宣看到他们竟然安然无恙 还察觉到少了一个人顿感不妙 可为时已晚 紫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莫宣的身后 狠狠地给莫宣这个渣渣来了一棍 小师弟紧接着跟上 对着莫宣就是一顿输出 此刻的莫宣已经被做得不成样子 被暴躁的莫宣正在处于猛逼中 他不理解月剑星他们为什么没有中毒 那还不是人家有个隐藏大佬在背后相助 对付他们这种渣渣还不守道亲爱 而我们的月剑星终于打算出手了 打算动用青云剑爵直接接管他 可莫宣也不是没有后手的 他早已布下了明天血练大阵 打算将他们三人全部解决 只见大阵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子斧进六重的血管 三人慌了神 毕竟他们也只有子斧进三四重的修为 而最让月剑星担心的是 莫宣这个垃圾竟派了一个子斧进五重的血管 专门去对付他那个百烂的师兄 可当另一名血管进入房间内 却没发现华清云在 那是因为我们的华清云居然转移了阵地 跑到隔壁房间睡觉去 想让华清云加班 真是太难了呀 可下一秒便被血管给找到了 这也把正在睡觉的华清云给吵醒了 华清云不爽到了极点 找不到人 你他们的就不能回去吗 非要拉着别人一起卷 我只想好好睡个觉就这么难吗 百烂之王发起叼来的后果真的很严重 不仅将打扰他的血管 垂个半死 更是给远处的魔宗长老来了个精准的降维打击 人家只是想睡个安稳觉 却非要打扰人家 身处大阵中的三人正在和血管激战 但月剑星的清云剑爵和子灵中的子灵所 都拿血管没有办法 反而小师弟还被血管打成重伤 紫云看到自己的小师弟身受重伤 当即陷入暴走状态 对着血管就是一顿疯狂乱锤 月剑星让他先冷静下来 这血管力大无比 他有再生能力 如果不一击必杀他们早晚会被耗死 紫云说他有一招 能直接让他们灰飞烟灭 但是需要时间蓄力 才能发挥威力 月剑星此刻站了出来为其争取时间 在上方一直观战的墨轩欣赏着大阵内的一切 墨轩对他的血管很是自信 扬言要让他们成为祭品 想到华清云那边的血管 他更是露出满意的笑容 以为华清云那边已经结束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二号血管差点就被华清云给秒了 为了不让墨轩感知到 华清云还是给这血管留了一口气 他只是想睡个安稳觉而已 却非要吵醒自己 既然这样 华清云也打算送一份回礼给他 华清云揪着血管的头发就往外边走去 看了看远处的血练大阵 确定好目的地后 华清云摆了个帅气的姿势 是在那里吗 咱就说这血管也是够惨的 被暴作不说 现在又要当导弹 真是太难了呀 确定好目标 接下来就是发射了 走你 回到破乱不堪的房间内 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还是看看有没有好的房间 再睡会吧 另一边的月剑星正在独自和血管激战 但境界上的差距还是令月剑星有些吃力 而且这血管在法阵的加持下越来越强了 这可把墨轩高兴快了 清云剑宗的大弟子也不过如此吧 墨轩立即下令让血管动手 此时的月剑星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血管向他袭来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小飞过来呢 还没等墨轩反应过来 连带着他一起被砸进了法阵之中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降维打击吗 墨轩的两个血管瞬间报废 他不敢相信 到底是谁干的 月剑星还以为是长老来救场了呢 墨轩眼看情况不妙 定是清云剑宗的长老来了 打算带着报废的血管赶紧跑路 打算追击的月剑星被刚才的血气困住 好在紫云已经蓄力完成 而此时的紫云竟然从此辅进四重 积攒出了八重的灵力 这可把墨轩吓了个半死 赶忙派出刚才伤痕累累的血管再次出战抵挡攻击 要不然这一击打在自己身上 怕是要当场去射 但这场世纪之战 丝毫影响不了我们的百烂之王继续睡觉 残指尖便能让你灰飞烟灭 这就是百烂之王真正的实力 谁让这个不长眼的魔宗长老感动我们的小师妹 虽然暴露了真实实力 但是为了小师妹还是值得的 就是不知道以后要怎么摆案 因为昨晚加班的华清云一觉便睡到了正午 当他打开窗户吹着秋风的时候 森林里爆炸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真是和平的一天啊 没想到月师妹他们竟然打了个通宵 看来这魔宗长老果然不简单啊 随后华清云从怀中掏出了钟表 上班时间一到 开始工作了 另一边 当弥漫的烟雾散去 刚才的血魁已经被子云妹子里消灭 而子云也因为过度消耗灵力 导致身体虚弱跪倒在地 身后的月剑星不有感叛到 真是惊人的爆发力 这是我们子灵宗的独门功法 可积攒灵力一口气爆发出来 但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蓄力时间过长 子云连忙向月剑星道谢 如果不是他在前面抵挡进攻 自己也无法安心施展秘境 但这也成功地将墨轩激怒 在上方咒骂着他们三人 墨轩没想到自己耗费数十年 心血培育的血果 竟被他们几个小鬼给毁了 刚想提棍在战的子云就被师弟拦下 毕竟刚才那一招已经掏空了他全部灵力 就在此时我们的月剑星站了出来 打算一人独占墨轩 和墨轩启示任人宰割的羔羊 只见他将血气凝聚出一双巨手 冲着月剑星狠狠攻击 月剑星也不甘示弱 他将攻击的时间计算得十分精准 剑气与血气攻击产生的爆炸 直接将受损的血震给震碎 墨轩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瞄准的是先前被打的缺口 没想到你竟能将本座逼到如此地步 随后墨轩动用了秘术 将自己的寿命为引 只见他的身体正在快速老化 月剑星也察觉到了威胁 他没想到墨轩居然还有底牌 下一秒他竟然被人从后面封住了穴位 当他回头才发现紫云 他们俩又被墨轩控制 没想到这血鬼之术竟然没有全部去散 墨轩随即下令让其将月剑星带过来 果然反派就是话多 墨轩又对着月剑星开始不断嘲讽 就你们这群鲁羞未干的小鬼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今天就拿你当作祭品献祭 给本座的这血链大阵吧 此刻的月剑星已经绝望 回忆着与华青云的点点滴滴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我们的华青云到场 并让墨轩这个渣渣赶快放开他的师妹 月剑星被惊呆了 华师兄怎么来了 墨轩黄顾着四周 他还以为华青云带着青云剑中的长老来了 华青云一脸平静 别看了 就我一人 月剑星让其赶快逃跑 别管自己了 可墨轩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率先对华青云出手 毕竟林宫镜的小鬼 他还是有信心能单手碾压的 可惜他错 他不知道华青云是个隐藏大佬 弹指间就破了他的秘书 清醒后的子林宗两人 对着墨轩便是一顿发泄 最终被子云一棍子击落在了地上 月剑星一脸惊讶 缓缓向华青云走来 华师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华青云一脸淡然 师妹 低调 低调一点 他是宗门公认的墨渝师兄 每天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从来都不努力修炼 可即便如此有着变态天赋的 他突破境界如影水 早已经悄悄成为大佬般的存在 就连丹恋他的师妹都浑然不知 可他今天为了师妹的安全 不惜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出手 没办法这就是爱情 如今华青云到点上班 那就意味着魔宗的小垃圾的死气到了 就在刚刚华青云随手就解除了 子林宗弟子中的血癸之术 这也令大家颇为震惊 华道友 你究竟做了什么 不过是动了一点小手段吧 在湿海去除血癸之种的时候 发现种子的根部和你们的真灵纠缠在了一起 我怕伤及真灵 就只清除了外侧的重负 但这也意味着你们随时有可能再度被操控 于是华青云便在他们的尸海之中 留下了几道剑气 只要那魔宗长老再度激活血癸之中 这剑气便能够将其斩断 关键时刻 助你们扭转战局 子林被华青云的心思缜密深深折服 连忙向他道谢 月剑心不开心了 埋怨他的华师兄没有提前和自己沟通 万一计划失败了你不就变成单身狗了 华青云有点小头疼 拜魔宗长老 你可是关键人物 如果师妹没有蒙在鼓里 又怎么用逼真的演技骗过狡猾的魔宗长老呢 你说是不是啊 师妹 而华青云拍的这个马屁也得到了子林宗弟子的认可 再得到大家的肯定月见心终于开心了 随后一脸崇拜地看着华青云 虽然华师兄修为敌 但没想到是一个善于使用计谋 洞悉万物的大智慧之人 而我们的华青云心里想的却是 上班前就搞定了工作 那自己是不是可以提前放假 可就在此时下方传来一阵巨响 原来是苟延残喘的莫轩激活了血练大阵 这可把华青云气坏了 我就知道提前放假这种好事怎么会轮到我头上呢 此刻的莫轩正在吸收着两句邪魁的失信 并从体内炼化出一柄场景 月见心眼看情况不妙打算出手阻止 可奈何为时已晚 莫轩不仅成功手持长脊将攻击挡下 并且成功激活了血练大阵 而刚刚的那一剑已经是月见心最后的灵力了 月见心联盟让大家先行撤队 华青云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 嘱咐他们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可话音未落 莫轩便依仗血震将他们抓到 横胀的莫轩又开始了狂吠 罗尼们 接下来 才是真正的地狱 被抓到的众人不敢相信 明明只有子府进五重的莫轩 现在竟然达到子府进八重 而莫轩刚刚炼化的长级也不是一件凡物 竟是万年前曾出现过的赤炼魔兵 万年前魔兵出现时 无数正派人士被斩杀 最后中周五玉灯先进强者一同出手 才将赤炼魔兵打碎 就在莫轩手持魔兵打算将他们全部斩杀之时 一道铃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华青云的怀表响了 华青云看了下怀表 似是一道 该上班了 莫轩一脸猛逼 上班 那是啥 就在此时一道剑气向他袭来 直接将他狠狠地击飞了出去 上班就意味着 你的死气已至 他是修仙界最自律的百万之王 从来都是准时上班 到点下班 从不多耽误一分钟的时间 如今的他被魔宗长老三番五次打扰休息 伤害同伴逼得他提前出门 今天他决定不再隐藏实力 定要让这魔宗长老灰飞烟灭 月剑星看到华青云那恐怖的剑气愣在了原地 华青云淡淡一笑 让师妹他们尽快离开 回去部下所灵父天镇保护村庄 这里交给他来应付 月剑星着急地询问着华青云 先前杀死邪魁的那位长老在哪 仅凭他们几个人 完全对付不了现在的莫轩 紫灵宗的弟子也纷纷劝他别逞强 如今莫轩将自己陷阱 实力至少已经达到紫府进八重以上 就算在场所有人加起来也不是对手 华青云则是一脸自信地看着小师妹 放心吧 很快就会结束的 而下面的莫轩正处在猛逼的状态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明明只是个零攻进的肺力 却能斩出如此恐怖的剑气 臭小子 你刚才用了什么秘宝 华青云呵呵一笑 对付你这种小垃圾还需要用秘宝吗 另一边的三人正全速向村庄撤退 月剑星相信自己的师兄 定有办法对付莫轩 自从下山以来 华师兄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没有错 所以他相信这次师兄定能化险为宜 回到村庄的第一时间 月剑星就启动了索灵妇天阵 将整个村庄防御了起来 其实华青云让他师妹开启大阵的原因 是怕自己一不小心 把下面的村庄移为平地 毕竟实力太强也是一种繁忙 看到大阵开启 他这下终于可以放开打 莫轩看华青云如此藐视自己很是不爽 你不会以为刚才就是本作的全部实力吗 不是我说你啊 有啥招就赶紧使出来了 不然一会儿可就没机会了 听到如此嘲讽的话 是的男人都忍不了了 只见莫轩一声怒吼 一招血击斩就冲得华青云袭去 连远处的山头都被直接削掉了 莫轩一脸得意 这小子看来是已经化为鸡粉了 可下一秒华青云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不是吧 就这实力也敢装逼 被激怒的莫轩用出了自己尸臣功力 打算将华青云彻底秒杀 远处的众人也是被魔兵的威力震撼到了 越见心一脸担忧 为他的华师兄默默祈祷 此刻的莫轩已经精疲力尽 连华青云的身影都看不到 我说你啊 修炼技能可不能光觉得好看啊 技能在华里 打不中人 有啥用啊 如今的莫轩已经被华青云折磨得痛不欲生了 你是否在想 为何我区区一个零公进六重的修士 能够如此轻松玩弄你于鼓掌之中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自封了境界 一直以来 我都不敢在人前修炼 怕一不小心顿武就引来天洁 而且身为宗门弟子 表现得太过招摇并不是好事 所谓能力越大 屁事越多 为了能活得轻松 所以才一直隐藏实力 莫轩也终于知道眼前此人是一名隐藏大王 打算赶快逃脱这里 可华青云怎会放过他呢 三番五次打扰我休息 伤害我的同伴 逼得我提前起床出门 你简直最不可恕 看到下方只剩了饼吃链魔兵 华青云有点小尴尬 不好意思 没收助力 他一口一个不会修仙 是一手一个魔道至尊 每天目与百难 但实力早已登仙 为了能够安安静静摆烂三天 他不惜暴露自己真实实力 秒掉魔宗长老 但好在自己演技一流 装傻充愣混了过去 众人看到华青云随手展出的 一剑堪比登仙进修饰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隐藏大佬吗 越见心难以置信 原来华师兄的境界 早就超过青云剑中所有人了 和他比起来 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在这时 因为刚才的战斗 灵力冲击过于强大 所灵赋天阵都要破碎了 越见心连忙吩咐子灵中弟子 去疏散村民 这里由他来顶着 刚经历完大战的 他灵力早已接近枯竭 就在他支撑不住之时 一根手指出现在他的旁边 原来是我们的华师兄前来就差 抬手间便将大阵恢复如初 华青云淡淡一笑 麻烦已经解决将法阵收了吧 师兄你既然这么强 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华青云直接装傻充愣 师妹 你在说什么呀 其实刚才多亏了 师尊给我的剑服 才能消灭那魔宗长老的 众人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难道刚当那剑 不是师兄斩出的吗 当然不是 你师兄我才零公斤六重 哪有这种实力 而且这次多亏 你们三人拼死抵抗 才让我有时间激活那道剑服 我不过是运气好 捡了个大便宜罢 月剑星可不信他说的鬼话 你连魔宗长老的攻击 都能闪躲开 你是在把我当傻子吗 华青云尴尬地挠了挠头 其实人家主修的是身法 所以才比较能懂 师妹你也知道 我失踪古语堂 乃是宗门顿术第一人 但小师妹还是不相信 还有刚刚的法阵修复 也不是灵工竟能做到的呀 华青云只好拿出 事先准备好的藏灵域 来打消众人的猜测 因为此物可以存储灵力 并能随时调用收集好的灵石 虽然他的说辞完美无缺 但月剑星却总感觉 哪里有些不对 华青云来到他的面前 别胡思乱想了师妹 如果我真那么厉害 宗主和师尊 怎能发现不了呢 在师兄心中 你才是我青云建宗的 头号大弟子 月剑星一脸害羞 师兄你又搞突然袭击 随后众人商量起来 吃炼魔兵要怎么处理 而那柄魔兵体内魔气纵横 暂时无法触碰 所以华青云也只能 先布下阵法将其镇压 算算时间也应该差不多了 华青云打算 先将这柄魔胎带回宗门 由长老定夺 可下一秒魔兵 竟然强行冲破法阵 没想到有人在牵引阵魔胎 华青云直接出手 打算将其拦截 但终究是慢了一步 让魔兵钻入地下 要不是他为了不让师妹发现 所以他才强行压制了力量 但好在刚才那一掌 加上之前布置在棋上的封印阵法 才阻止了牵引者将魔胎带走 另一边之前 就被华青云重伤的魔宗老祖 已经恢复全域 他发誓在见到华青云 势必要将其碎尸万段 忽然一道血影出现 看来你已经将肉身凝练完成了 如今莫轩已死 他制造出来的魔胎 在被我召回之时 被外力所阻 导致魔胎掉落于青云州山脉 以速速前去将其取回 随后赐予了这魔宗老祖三样法宝 助其一臂之力 上一次 你弄丢了血破珠 如果这一次在失败 你应当知道后果如何 如今魔宗老祖获得三件法宝帮身 发誓定要抱上赐华青云的一件之仇 华青云本以为依靠着自己影帝般的演技 仍瞒天过海自己隐藏大佬的身份 可没想到回去的路上 竟然被师妹发现自己的变态秘密 师妹 别走 不是你想的那样 听为兄给你解释 风平浪静之后 子灵宗的弟子也告辞离开 华道友 月道友 有缘再见 两位慢走 一路小心 走在路上他二人谈论起今日之事 没想到魔云宗竟然在谋划重铸魔兵 比起这种远超我们境界的东西 我倒是更加在意那位华道友 子灵不解他师弟此话何意 云姐你难道没发现 这次的事件一切都在华道友的掌握之中吗 从我们离开客栈起 华道友就嘱咐我们务必小心 进入森林后还让我们服下必毒丹 还有在战斗时那突如其来的魔宗血管 最后 便是我们危机关头及时出手相助 少了哪一个环节 恐怕我们都会被那魔宗长老给炼化 子云听他师弟这么一说 也察觉到华清云的可怕之处 师妹 不止如此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服下的那枚必毒丹吗 服下丹药后 我以内饰之术查看身体 发现似乎有一层无形剑气缠绕在体内 我认为我们吞下的并非丹药 而是注入了一缕剑气的剑丹 这枚剑丹之中蕴含的剑气 将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全部斩散了 子灵宗的小师弟露出一脸崇拜之色 可令子云不理解的是华清云这么厉害 却为什么要极力隐藏实力呢 两人最终讨论得出结果 很有可能是怕树打招风 而华道友极有可能是清云剑宗的秘密武器 既然华道友不愿暴露实力 我们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毕竟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真是期待下个月的天交圣会 到时候又能看见华道友吗 殊不知他二人的对话都被远处的华清云听得一清二楚 姐弟俩看来都是聪明人啊 既然如此 那剑气便散去了 若是被对方宗主察觉到 那可就麻烦了 毕竟低调一点才能更好沐浴百满 走到一半的时候月剑星突然停了下来 华师兄 你老实告诉我 你真的没有隐藏实力吗 华清云淡淡一笑 我怎么可能骗师妹呢 我真的只是个零公斤的菜鸟而已 可就在此时一道剑气突然向华清云袭来 华清云麻了 师妹你这是搞哪出啊 这道剑气并没有给华清云造成伤害 可是身上的衣服却被轰得稀烂 随后一本书竟然从华清云的怀中掉了出来 华清云一脸尴尬 刚想去接吊下来的书籍却抢先被师妹拿下 嘿嘿 想必这就是师兄实力暴涨的原因吧 可当他打开书籍的时候他忍傻了 我和师妹不得不说的修仙之旅 华清云赶忙将书抢了过来 师妹你听我解释 这是凡间十分流行的小说而已 封面上的话只是为了吸引人 实际上里面都是正经的冒险故事 绝非你想的那样 月剑星小脸通红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师兄别解释了 我会为你保密的 我们赶路要紧 就在华清云以为已经打消了师妹的疑虑 又是一道剑气向他猛地袭来 为了保护手中的小说 他只能无奈出手 反手挡下了那道攻击 这下尴尬 师兄 我这一剑 就算子促进七重修士都不敢用手去接 更别提一掌拍飞了 华清云干大地挠了挠头 好吧 我承认 我是隐藏了一点修为 月剑星来到其身前 想让我替师兄保密的话 除非师兄答应我一件事 那就是你亲自来指点我剑法 他是宗门中的隐藏大佬 修为实力早已登天 在他眼里宗门长老都是地 就连绝世天骄的师妹都满眼期待 请求他来指点剑法 为了能够摸鱼百乱继续躺平 让师妹保守秘密 他最终选择了答应师妹这小小的请求 很快华清云便和月剑星访回了宗门 宗门长老早就齐聚一堂迎接凯旋而归的月剑星 月剑星一脸乖巧地向宗主和长老打起了招呼 长老看是月剑星回来了也是笑脸相迎 可当看到一旁懒散的华清云则是一脸嫌弃 随后更是纷纷阴扬起了华清云 要是剑星为了保护你而受伤 可有你好果不吃 身为真传弟子此番同大弟子一同执行任务 可有学习到剑星的勤奋精神 华清云一脸不爽这些长老也太双标了吧 要不是我你们的大弟子早都被人给电话 好在之前一直收礼的宗主站了出来 还对华清云一番赞赏 要不是清云及时催动剑服 也难以斩杀那魔宗长老 这宗主果然够意思 有事真上啊 不枉华清云平日里上供了那么多好茶叶 可长老们还是有些不服气 毕竟那剑服是他师父古语堂主所给 要论功劳也是他师父的功劳 和他可没多大关系 听到此话华清云的师父不乐颖 既然身为我的弟子 赠一道剑服护身也是理所应当 能用剑服重伤魔宗长老那也是他的本事 只是自己明明记得给的护身剑服 只有子府进一重啊 那是怎么重伤魔宗长老的吧 难道是当时给错剑服了 而宗主召集大家前来 也是因为最近魔宗动作频繁 恐怕最近将有大动作 随后便让月剑新将遇到魔宗长老后 发生的事情详细地描述了一下 过了许久会议终于结束了 此刻的华清云一脸享受 最让他开心的是明天起 他就可以好好享受三天假期了 可就在此时小师妹突然冒出打断了他 让他按之前约定好的 今天教他剑法 华清云麻了 连忙说这两天有事等不两天再约吧 小师妹则表示 能有师兄这么厉害的人指点 他一刻也不想再等了 华清云很是无奈 毕竟此次外出我们都累得不轻 起码要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 才有力气教学吧 可没想到小师妹竟然还是个影帝 当着华清云卖起了惨 明明是师兄晚上在摸鱼 我们在外面战斗到天亮 我都没喊累 师兄怎么还喊累呢 还扬言威胁华清云要是不指点自己 就把你我二人的关系说出去 华清云傻了 师妹你可别乱说呀 我们可是清白的呀 能有什么关系啊 之前不能再打扰自己摸鱼摆满 切记要避人耳目 我可不想成为全宗公敌 好的 师兄 我们不见不散 时间转瞬即是很快便到了晚上 小师妹如约而至 小师妹不解师兄为何如此严肃 难道是对我剑术指导一事如此伤心 可惜是他想多了 那是因为妹修的全新册后天要发布了 为了明天排队买图册他也不废话 师妹 请全力向我攻击 师妹有点小担心 毕竟自己全力出手 怕是师兄房子会直接没了 华清云则表示让他放心出手 想破坏我的屋子 你还没那个本事 越见新闻烟战斗模式立马开启 只见无数灵气凝聚全身 随后用出自己的成名绝技 清云九霄打算在师兄面前找回一些场子 可面对袭来的剑气 华清云只是紧紧伸出了一只手 就挡下了师妹的绝招 更是一巴掌直接就将剑气给拍散 华清云一脸装逼地看着小师妹说道 师妹 你还差得远啊 一直是华清云为几处的师尊 竟被魔云宗宗主打到奄奄一息 华清云的怒火已经突破天井 你知道解除封印后的华清云实力 到底有多可怕吗 连在千里之外的他 只一剑便将魔云宗宗主打成重伤 而这还只是华清云全部实力的十分之一 大晚上的华清云正在给小师妹指点剑法 小师妹的全力一击 竟被华清云随手挡下 更是一脸装逼地对小师妹说道 师妹 你还差得远呢 越见新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惊当中 回过神来的他扑通一身跪在了地上 师兄 我败了 师妹 世间万物都绝非完美 剑法一人 我只是找到了你剑法破绽之处 以灵力摧毁 只要你不断补足自己剑法的破绽 修行到极致之处 届时 纵然你手持草木 也可斩尽日月星辰 小师妹闻言心中感慨万分 我加入清云剑宗二十余载 每日内卷修行剑法参悟剑榜 虽成了首席大弟子 但却还是不如每日摸鱼百烂的华师兄 一根草斩尽日月星辰这等境界 我更是想都不敢想 华清云见小师妹如此沮丧也不再多说 只见他左脚一塌 一块石板腾空飞起 随后便对着石板快速转刻起 师妹 这块石板上的剑痕 你细细参悟 所以让你的剑道遭一更上一个台阶 只是一个剑字便蕴含着无上剑道 华师兄真的是太厉害了 华清云嘱咐小师妹千万不要将这块石板给别人看到 师妹愉快地答应起身回去就要通宵修炼 师妹你这么卷 小心身体啊 次日清晨 看完小说的话 清云打算出发去云星城 购买带插图的限量感不测 但却发现师尊今天居然也出门了 没过多久古语便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他发现一直有人在暗中跟踪 而跟踪之人竟是魔云宗宗主相霸 当看到相霸师尊也冷汗直流 从和相霸的对话中古语得知 原来清云见宗内部居然有魔宗的眼线 而你们魔宗又在谋划些什么 古堂主何必在拖延时间呢 我早就发现你其实一直都在偷偷继续见证 我想 现在那见证应该已经积攒的差不多了 古语见状也不装了 今日就让你为你的自信付出代价 只见古语灵气汇聚于身 无数剑气出现在身后 随后便对着相霸戏去 相霸面对这些小把戏则是一脸无限 随后摆好架势 就让我来看看你积攒半天的见证 能否挡住我这一拳之威吧 与此同时 刚到云星城的华清云正要打算去看看小说发布会 神势却感受到了一丝不妙 原来是华清云送给他师尊的玉佩里藏着的那里剑气被出发了 师尊乃是登仙境一重修围 而且还是宗门盾术里最强的 怎么会遇到生命危险呢 看来对方至少是登仙境四重的高手 此刻的不愉已经被相霸打成重伤 好在有华清云给的保命法宝才没有身影到消 相霸也没想到这个玉佩里面的护体剑气竟然能挨住自己的一拳 看到那破碎的玉佩 补与回忆起曾经华清云送他玉佩的场景 没想到我那乖徒弟的玉佩居然救了为师一命 就在相霸打算一拳解决掉补与的时候 华清云也解开了身上的部分实力 随后释放神势探查起了师尊的具体位置 一瞬间就锁定了师尊的位置 当他看到身受重伤的师尊 华清云怒了 华清云他真的怒了 只见千里之外的他一招破晓斩出 便将那魔宗宗主斩成重伤 这等剑法 莫非是那清云剑宗宗主温剑 吴雨 下次见你 我必杀你 没想到华清云也有被妹子坑的一天 不仅辛辛苦苦排队要买的限量版小说被妹子截胡 更是被妹子以小说威胁沦为打手 果然漂亮的女人都不可信 华清云来到刚才师尊与魔云宗宗主大战的地方 虽说刚才千里之外的一击打中了 但是没有将其解决掉 华清云也意识到敌人的实力 恐怕在登仙境四重以上 令他不解的是 为何魔宗的绝顶高手要刺杀师尊呢 但好在师尊成功用密法逃脱 随后华清云便又回到了云星城 看着下方人山人海的队伍 华清云麻了 不是吧 刚离开一会儿就这么多人了 没错正是我和师妹不得不说的 修仙之旅第十一卷的新书发售会 虽然华清云平常默于百难 但是为了小说他也只好乖乖加班排队 很快小说就剩下最后一本了 华清云超级开森 因为最后一本是我的吧 就在他要拿小说的时候 一只鲜鲜御手突然出现 原来是一名妹子打算半路截胡 两人一人一半抓着小说互不相让 这位帅气的道友哥哥 最后一本可以让给我吗 华清云果断拒绝 并提出双倍价格购买 妹子则是一脸嫌弃 想得美 我才不差这点钱 两人谁也不让谁 都想要这本鲜亮版的小说 发售人员让他们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动手 书真的只剩一本了 不如你们协商一下 妹子于是提议既然大家都不愿放弃 不如就用公平的方法 来一决胜负 华清云闻言 敢问是什么方法 随后妹子掏出几枚刻有石头剪刀布图案的玉片 很简单 猜拳 此物是我托神经门炼制而出的特殊灵器 有屏蔽神念感知的功效 只能凭肉眼去看 我们以此灵物进行猜拳 便可做到绝对的公平 华清云为以防有诈 便先用石面探查了一番 果然没法用石面探透图案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 三局两胜怎么样 华清云也没赢 很快第一回合便开始了 妹子为求公正便让面前的两位道友替他们掀开玉片 没想到玉片掀开华清云居然输了 华清云一脸黑线 玉片并没被动过手脚啊 难道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 而第二回合也开始了 这一次华清云亲手掀开玉片 可依旧还是输了 华清云麻了 我的运气怎么能这么差 妹子拿到小说还不忘打击一下华清云 没办法我这运气想输都难了 这句话差点就把华清云当场送走 真是杀人助心啊 走在回去的路上 华清云始终没搞明白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刚刚明明已经检查了所有能检查的地方 确实没有任何破绽之处 好不容易到手的限量小说却被别人拿走了 就在此时她好像听到下方传来妹子的声音 原来是这妹子用相同的手段连营了人家二十次 将人家的领保单药全部坑走 这不妥妥出老千吗 可这妹子却依旧死鸭子嘴硬 打算趁机开溜 可没想到碰到了硬茬子 恰巧回头看见看热闹的华清云 于是妹子连忙向华清云求助 更是道打一耙诬蔑这两个道友对她图谋不苦 华清云也不傻 两位道友我和她不熟 单纯路过你们继续 其实在下也是被她坑害之人 开请两位道友加大力度 我也想把我的小说取回来 妹子见状于是拿出限量小说危险华清云 你要是不帮我 我现在就把这数四了 她是机灵可爱幻星天宫月清云 却超级喜欢充蒙拐变 出来乍到的她只用了一点小手段 就将华清云这名隐藏大佬耍的团团转 更是使其沦为打手 此刻的月清云拿出限量版小说威胁华清云出手相助 被她坑得云星宗弟子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二话不说直接出手 不料却被华清云挡下攻击 破了他们的神通 被逼无奈的华清云也是一脸尴尬 谁让她拿人家最爱看的限量版小说威胁呢 两名云星宗弟子一脸气愤 说好的不出手了 年轻人你不讲武德 华清云也只能尴尬一笑 事出有变 还请两位道友见谅 随后转头让身后的月清云将书交出来 只见月清云对她做了个鬼脸 多谢了 天真的家伙 当即使用密法顿术逃跑了 华清云怒了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耍她 被激怒的华清云势必要让月清云这个小骗子好看 师兄这是哪个宗门的弟子啊 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师弟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我们的宝物还在那女人的手里 别发呆了赶紧追吧 逃跑后的月清云一脸开森 就在她沾沾自喜的时候 华清云直接闪现到了她的面前 敢骗我是吧 随后出手封住了她的灵力 这就是骗我的代价 紧接着一把抱起月清云 你可真行吗 哪个宗门的 不说是吧 按照仙宗修士法 招摇撞骗者当风气灵力 点为庶名去打扫猪卷七日 月清云一听要被抓去 打扫猪卷下的瑟瑟发抖 要我放过你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交出小说我就放了你 如此不怜香惜玉以后 肯定要打一辈子光棍 为了不被抓去打扫猪卷 月清云也只好含泪交出小说 华清云还特意拿出一枚灵石 让她收下 杀人诛心我也会 其实华清云最好奇的 还是她如何从猜拳中作弊 一说作弊月清云就不乐意了 人家才没有作弊 只是稍微使用了一点幻术吧 只见月清云拿出玉片 明明刻着石头的玉片 她一翻转就变成了剪刀 这也令旁边的云心中弟子佩服不如 这等幻术 没有半分灵气外露 未免也太高明了 华清云还有一点疑问 明明第二次是自己率先翻的你的牌面 你又是为何能赢呢 我自己的牌面总不能替我变了吧 月清云黑黑一笑 不过是将你的认知修改了一下罢了 只要让你看到你输的这个结果 你所看到的图案 便会发生改变 三人大吃一惊 认知修改在幻术中乃是极为高深的手段 这种能力还牵得到了因果律 是概念性的力量 云心中的弟子联盟请教妹子尊姓大名 妹子一脸傲娇地说道 幻星天宫 月清五 传闻幻星天宫是一个以幻术文明的上古宗门 常年与世隔绝 虽然没加入联盟 但实力却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两人于是也自爆起了家门 在下云心中真传弟子莫云 身后这位是我师弟白人 先前你拿走的宝物 我们师兄弟二人不再讨厌 但可否邀请你 同我等一起前往云心山脉寻找秘宝 月清五一听有秘宝瞬间来的兴趣 而他们所说的秘宝 正是华清云前几天封印的那柄魔胎 月清五当即选择和他们同去寻找秘宝 反观华清云则是对此毫无兴趣 毕竟自己好不容易放一次假期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城中好好睡个懒觉 将这本未修的最新册看完呢 随后便告辞离开了 看着离开的华清云月清五一脸不爽 她是酷爱看小说的隐藏大老 这也是她在修仙界的唯一小爱好 可没想到我们的华清云居然再一次被妹子给耍了 隐藏了一整整的幕后凶手马上就要揭晓 但最后一夜却被妹子给偷偷撕掉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成功惹怒华清云 此刻的月清五已经和云心宗弟子来到云心山脉 面对其来的妖兽他丝毫不慌 毕竟身为唤星天公首席弟子 一只小小的妖兽他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靠着自己的幻术将这头小喵咪戏甩 而云心宗的弟子则在旁边暗中偷袭 轻轻松松就将这头妖兽带走 两名小弟也是对月清五佩服不已 月姑娘你这净花水月神通 真是太强了 这头子府进三重的妖兽 如果是我师兄弟二人正面对抗恐怕要打伤半天 月清五一脸得意 毕竟在幻术方面连我们的隐藏大佬都不是对手 很快三人便继续出发寻找秘宝 月清五此时抱怨了起来 我们进入云心山脉大半个时辰了 那件秘宝真的在这里吗 云心宗的弟子确信还有不到百丈人 就能到达那翅膀所在的地方 可他们殊不知魔宗老祖早已找到魔胎 此刻的他正在破解华清云遗留下来的风云 而就在魔宗老祖卖力破解封印之时 突然察觉到不远处有灵力波动 原来是两个云心宗弟子和一个女修士 若是被他们发现魔胎 通知云心城的话可就麻烦了 三人中修为最好的才只有子府进三重修为 考虑到毕竟他们是宗门弟子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宝物 召唤血魁恐怕处理不干净 为了保险起见他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法宝 随后魔宗老祖召唤出灵档中的魔灵 吩咐其将这些宗门修士全都给带回来 送上门的三只活祭笔 可不能白白浪费啊 与此同时的云心城的一间茶馆妹 我们的华清云正在悠闲地喝着茶看着限量版小说 不知不觉这一卷都快看完了呀 隐藏了一整卷的幕后凶手马上就要揭晓了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可当他翻开最后一页的时候他人麻了 想知道凶手是谁吗 就不告诉你 臭丫头 你压得真可以啊 被激怒的华清云直接冲得云心山脉飞去 势必要捉到月清云抢回最后一页小说 另一边三人越往森林深处发现里面越发腐败 而且月清云感觉身后老有东西在盯着自己 该不会是被华清云发现了我在骗他 在心里默默诅咒我们吧 很快三人便察觉到了问题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醒来 可话因为洛云心中的白人便被无情击倒 莫云连忙上前查看 师弟你怎么样了 莫道友小心那黑影向你这边袭来了 还没等莫云反应过来便被黑影偷袭 此刻就剩下月清云在一旁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是谁 到底是谁 在装神弄鬼 不出所料月清云也难逃苦口被黑影击倒 这就是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下场 那么可爱的神兽玄英 竟被魔宗之人踩在地上疯狂毒打 而这种被压榨剥削的经历华清云深有体会 今日就由我来救赎你放你自由 而华清云也成为了他心中那道最美的光 为了寻找被妹子撕掉最后一页的隐藏凶手 华清云置身来到云星山脉 刚刚还能感觉到他们爆发的灵力 但现在却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而且灵中也没有任何战斗的痕迹 不会是被人家一招秒了吧 此刻的华清云还在想到底是谁干的 但自己来都来了 必须要找到被撕掉最后一页的隐藏凶手 随后便释放神识感知周围动静 风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东西 下一秒一阵紫色阴风便冲着华清云袭来 只见华清云一个眼神便将这股隐秘气息停下 你到底是谁 想干什么 当紫色阴风缓缓散去 一鸣额头上长着三个鸡脚的可爱小萝莉 手握银针出现在华清云的面前 此刻的他瑟瑟发抖 眼角湿润 华清云健壮于是开口问道 你这小不点是不能说话吗 小不点连忙点头回应 华清云问他刚才此处的三灵修士可是被你打倒 他们现在是否还活着 既然如此就赶快带我去找他们 这样我就不惩罚你 话音刚落 只见一道铃铛声传来 小不点瞬间头疼炸裂 呼呼啼啼地急忙跑了回去 华清云察觉到了不对劲 刚才的那道铃声似乎是碰魂铃 师尊曾经说过 这是一种将生灵灵魂封存在灵中 是以阴毒诅咒的邪术 没想到居然对一名如此可爱的小不点 做出此等人神共愤之事 看来又是魔宗之人的手笔 此刻的月清五三人正在被魔宗老祖 吊在上方为魔胎提供血气 为何这次外出这么久都没能将那新来的修士抓回 那家伙有那么难对付吗 你可是神兽玄英 莫非是你想趁机逃跑 你若有逃跑之心 老祖我自有上百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 随后便问小不点的修士现在何处 他要亲自将其抓来 就在此时华清云的声音突然传来 就不用老祖动手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此刻的华清云欲空而立 原来是被我打残的邪云老祖了 没想到才几天不见 你就重塑肉身了 想必是有高人相助吧 而邪云老祖发现来人正是他的死对头 他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但如此不入流的攻击 华清云抬手便将其挡下 我说老祖 你怎么还是那么菜啊 眼看自己不是华清云的对手 便使用手中的控魂灵指使小不点出手 可迎接他的则是华清云的怒 不仅直接将他的手臂斩断 就连这该死的铃铛 都被华清云轰得稀碎 原来你这小不点叫玄音啊 从今以后你不用再当他们的傀儡了 你自由了 就在小不点即将飞入华清云的怀中 却又被邪云老祖出言威胁 就算没有控魂灵 你也不能违抗我的命运 不然那位大人一定不会放过你 说最狠的话还最狠的打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你可以回家了 别担心 这里交给我来处理 而华清云也成为了他眼中那道最美的光 暴怒之下的邪云老祖激发血淹欲召唤震 竟将魔王残影召唤出来 打算将华清云秒杀 区区楼椅还需要本王亲自出手 只见他一拳冲着华清云空去 华清云缓缓拔出手中的长剑 只一招便将这自称魔王的残影斩灭 人类你很强 可惜本王被此方添到封印 只能发挥五分之一的力量 终有一天本王会亲临此界和你大战一场 记住本王的名字 无名为 对不起 在下不想知道 他是修仙界最强的隐藏大佬 为救赎被奴隶的神兽玄音 不惜被魔宗老祖所伤 无奈的他只能再次解开部分封印 今日就由我来送你这禽兽不如的魔宗之人归西 华清云抬手就将邪云老祖召唤的魔王秒杀 接下来就轮到邪云老祖了 华清云这次可不打算放过他 吓得邪云老祖连忙求饶 等等我还没准备好呢 只见华清云只见凝聚一道剑气 下一秒便对着邪云老祖攻去 一阵爆炸声过后华清云帅气的转身 我等你个鬼啊 当他看向倒在地上的三人 要说你们几个运气也太贝了 就出去寻个宝就被人搞成这样 好在遇见了我 不然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月清五缓缓睁开双眼 他没想到竟然是华清云救了自己 华清云让他别担心 只是被抽走了一些灵力 休息一会就好了 刚打算带他回城休息 却发现身后又有一样 原来是之前的赤裂魔兵挣脱了蜂蜜 钻入了地下 当红色血气缓缓散去 只见首持赤裂魔兵的邪云老祖霸气再现 又是只差一点就能秒掉邪云老祖 原来在刚才被击中的瞬间 邪云老祖祭出了最后的法宝 这才令他秀为暴增挡下攻击 华清云一脸嫌弃地看着他 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但一剑不行 那就再来一剑 紧接着又是一道剑气对齐斩去 但秀为暴增又首持魔兵的邪云老祖 已经能轻松挡下华清云的攻击 随后反手一招攻击 当作刚才的回礼 华清云见状赶忙推开月清五三人 拔剑抵挡袭来的攻击 华清云不理解 明明刚才还是子辅进七重的邪云老祖 现在却提升到了登仙境二重 华清云猜测让邪云老祖实力暴涨的原因 应该是额头上那件上股秘宝 通天玉 古籍曾记载 数千万年前有人失去此通天玉 以灵力激活后修为大掌 成为一位大能称霸一方 但仅五年之后便寿元耗尽而亡 凡是获得通天玉之人 无疑不被吸干精血而亡 华清云虽然不知道通天玉为何会流入他手 但获得了超凡的境界 往往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他掏出邻近丢给邪云老祖 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模样 不要被假象蒙蔽 邻近里的邪云老祖此刻就像一名虚弱的老者 明明至少还有八百年寿元的他 如今却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上古秘宝只不过是一尊榨干你寿元的恶魔罢 而此时邪云老祖还在自我脑本 只要他能将摩胎带回去 那位大人肯定会赐下恢复寿元的丹药 届时有通天玉加持定能凌驾于这方世界 华清云没想到这通天玉还能控人心智 真不愧是上古邪物 面对袭来的攻击 华清云拔出腰间的长剑一招拔剑是抵挡 不料却没挡下被气所伤 没想到竟然是登仙境语虫的力量 这次真的是大意 无奈的他只好解开衣服打算扯下封印 而之前被华清云救下的小不点 竟然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出手相助 小不点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而这时邪云老祖抓住时机 对着分心的华清云袭来 可此时华清云的封印还没来得及解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月清五及时出现动用自己的神通净花水月 救下华清云 被激怒的邪云老祖恶狠狠地盯着月清五 随后将矛头转向了他 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灵力出现 月清五一脸震惊 此刻的华清云欲空而立 身上散发着强大气息 而这仅仅是他封印实力的千分之一 但这也已经足够了 解开封印的华清云三千蓝发犹如神明下凡 身后出现的苍龙虚眼让人胆震心惊 那恐怖的眼神令人不寒而立 面对登仙境五重修围的魔宗老祖 华清云只用了两根手指便轻松挡下攻击 一招苍龙剑法彻底将魔宗老祖当场灭杀 就在刚刚华清云终于在这千军一发之际解开了封印 此刻的协云老祖好像还没搞清状况 竟然主动出击 但现在的华清云可不是他能够抵挡 他不敢相信刚才还被吊倒了华清云 此刻竟然能轻松挡下他的攻击 这也另一旁的月清五更加对华清云另眼看待 原来这家伙这么厉害 此刻的协云老祖在他面前如同蝼蚁 对付你的话 这点灵力就已经足够了 面对华清云的嘲讽协云老祖直接暴露 可从华清云解开封印的那一刻 结局就已经注定 此刻的华清云手握长剑 身后竟然出现了一头金色苍龙 如此恐怖的气息 岂是这些凡人能够匹敌的 面对这种攻击 协云老祖已经放弃了挣扎 最终烟消云散 连渣都没剩下 危机终于解除 华清云穿好衣服 再次将自己的秀为封印了起来 月清五看着又变回零公敬六重的华清云一脸好奇 而这两件宝物此刻 也成了无主之物漂浮在空中 月清五只是看了一眼通天玉 就身陷幻境被骑捕惑 好在华清云及时来到他的身边 将通天玉收进自己的储物带领 月清五不由后怕起来 难道刚才自己受到了蛊惑 华清云告诉他 这东西邪门得很 小心像刚才协云老祖那样被耗尽受缘 就在这时可爱的玄英向这边飞来 原来你就是当时偷袭我们的那个东西 小不点连忙道歉 别这么泼辣嘛 他叫玄英 本无害人之心 只是被魔宗的控魂灵控制迫不得已 如今控魂灵已毁 你安全了 这下可以放心走了 以后要小心点 别再被坏人抓到了 看着这么爱哭又可怜的小不点 老男人都不由落下了泪 月清五说这个小不点那么厉害 华清云其实可以将他留下的 但那样自己跟魔宗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了 这句话也让月清五更加崇拜起华清云的人品 换做其他人 可能会留着控魂灵把玄英当作武器留在身边 看来我以前有些看错了 既然你错看了 那被你撕下的那一页 能否还给我 果然小说才是华清云的真爱 为报答华清云的救命之恩 月清五将最后一页交还给他 华清云一脸开森 正是被撕下的那一页 也多亏了你刚才出手相助 不然就麻烦了 华清云嘱咐他不要将今日之事宣扬出去 就当做报恩的回礼 还有就是劳烦月姑娘将那两个云心中的弟子照顾一下 自己就先取走此物 返回宗门了 可就在华清云要将眼前这柄赤炼魔兵带回宗门之时 天宫之中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手掌 这赤炼魔兵可不能让你拿了去 清云见宗华清云 我记住你 华清云没想到刚灭了一个灯仙境的魔宗老祖 又出现了一个将赤炼魔兵夺了回去 而刚才那强大的压迫感 也令月清五不寒而栗 月清五问他为什么不去追回那柄武器 第一 那家伙实力很强 不好对付 第二 收回魔胎场景 也不是我的任务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现在是人家的休假时间 当然是赶紧回去看小说的结局更重要了 说完便直接告辞离开 紧接着小不点也紧随气候跟着华清云走了 月清五一想到华清云实力高深莫测 人品不错 长相还符合他的审美 就更加期待下次见面了 他是将墨语百烂做到极致的男人 但为了救下奄奄一息的师尊和神兽玄英 竟不替暴露身份两次解开封印 如今个仙宗大佬都在猜测华清云的真实实力到底如何 难道隐藏大佬的身份要被发现了吗 一直昏迷的云清宗两人被月清云一巴掌打醒 此刻他二人一脸猛逼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邪云老祖怎么不见了 随后月清五便将事情的经过改编了一下告诉了两人 云清宗的弟子这才知道那件秘宝 其实是一柄魔兵 就他二人的是华清云和月清五 希望能在天交圣会上当面感谢华道友 月清五一脸问号 天交圣会 那是什么 原来东方大部分势力都加入了先宗联盟 每隔十年便由个大宗门派出自家五名天交 封过比斗的方式 来决出名次 俗称天交圣会 而天交圣会的排名将会决定宗门的排名 影响到之后的各种资源分配 月清五一脸开森 表示自己也想去看看这天交圣会 以唤星天宫的实力和名声 自然是可以 这样的话他就能在战斗中碰到华清云了 看来自己要返回宗门一趟了 而华清云这边正在马不停蹄地挡回清云建宗 此刻的他神情凝重 刚刚出手那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除非自己将封印的修为解开三分之一 否则也不是他的对手 如今魔宗猖獗 连他的师尊都中了埋伏身受重伤 那魔胎更是魔宗势在必得之物 如若刚才出手将魔胎抢回带回宗门 自己的修为暴如故说还会引来更大的危机 毕竟华清云还指望在清云建宗养老呢 所以他才放任刚才那人不管 而这时我们的小不点也跟了上来 只见小不点一下就扑进了华清云的怀里 华清云看他那可怜的模样 难道是无处可去想要跟随自己 玄音连忙点头 眼角的泪水也不由落下 华清云表示可以收留他 若他以后想要离开 也不用和自己打招呼 随时都可以 华清云没想到自己一个打工人 竟然还能在回家的路上摆捡一头神兽 另一边得知古堂主身受重伤的宗主连忙赶来 询问其伤势如何 月薪仙子告诉他 古堂主身上多处骨头碎裂 丹田五脏皆有受损 若再往回来半个时辰 纵然是神仙下凡也难以将他救活 如今已为其使用回天造化单保住了性命 此刻的温剑怒气冲天 他发誓定要向联盟讨要个说法 很快的仙宗宗主临身齐聚仙宗联盟秘境 子灵宗宗主子轩道人率先发话 温老弟 你用优越灵符召集我们众人是有何要是商讨 诸位 近日来 魔宗修士在各州行动独断 我清云周一城池就被魔云宗修士祭炼为一颗血破珠 还有魔云宗长老练制出了赤炼魔兵的魔胎 我想诸位 应当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可谁能想到被派去前往联盟送血破珠的不育堂主 居然会在半路遇袭身受重伤 血破珠被抢 众人闻言大吃一惊 毕竟华清云的师尊好歹也是登仙进一重的修为 而且还精通顿术 竟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势 太虚宗宗主引游 也怀疑联盟之中有内鬼 于是提议从今日起 各宗宗主仔细排查各宗门流于联盟中弟子的情况 防止有人和魔宗暗中勾结 并速速调查偷袭补唐主之人的线索 发现魔宗修士立刻通知联盟围剿 说到魔宗修士 云兴宗宗主突然想到就在刚刚 他宗门的真传弟子曾传来消息 他们在云兴山脉遇到了谐云老祖 命悬一线之时 但手持上古秘宝通天玉的谐云老祖 竟耗尽了自身寿命 最终被唤星天宫的弟子 以及一名叫华清云的修士联手灭杀 当听到华清云的名字 温健顿势不淡定 谁能想到当下最火的小说作者 竟是华清云的师尊 原来他也是一个隐藏大佬啊 两人不愧是师徒都这么喜欢隐藏身份 当温健得知华清云也参与击杀 谐云老祖也是一脸猛逼 云兴宗宗主看他的样子 难道是认识这位修士 温健则解释他清云建宗 确实有个叫华清云的真传弟子 但修为却才零宫近六重而已 猜测可能是在一旁辅助 那位唤星天宫的弟子吧 这是新天宗宗主苏星提议 近来魔宗活动频繁 为了预防即将到来的威胁 所以想在不久后的天交圣会上 做一点规则改变 当作激励个宗弟子的成长 可众人还是有些迟疑 毕竟自先宗联盟成立 天交圣会规则 也才在最初是修改过三次 为了能让个宗宗主同意 这新天宗宗主居然掏出一件 令在场众人无法拒绝的宝物 当作天交圣会首席的奖励 另一边我们的华清云 带着上好的茶叶来看望师尊 得知师尊最近多亏月星仙子照顾 身体已经好了的大半 华清云是一脸开森 随后拿出准备好的茶叶 师尊 这是我精心培育的灵茶叶 再配置上好的灵泉水 必备有着恢复灵力 温养经脉功效的灵茶就好了 喝着自己徒弟亲手泡的灵茶 胡宇瞬间就感觉自己的伤势完全好了 但他还不忘叮嘱华清云 若是能把梦这些花花草草的时间用去修炼 也不会现在还停留在灵宫进六重止步步前 想到这里毕竟已经好久没提升修位了 华清云决定就勉为其难地释放点灵力了 于是便将自己的修位提升到了灵宫进八重 看到自己的乖徒弟终于提升了十例 胡宇十分欣慰 但下一秒便感觉似乎有些不对劲 因为这好像是距离华清云上次突破到灵宫进六重 已经过了五年之久 宇悦师妹才修行多久 如今便已经踏入了子府境 华清云见状也只好先敷衍一下 并打算趁机开溜 但却被师尊教主 询问其此番出走被魔云宗宗主打成重伤 险些身亡 当时你在寿宴时赠予的玉佩挡下了致命攻击 随后便是一道忽如其来的剑光 斩伤了像霸 古宇这时严重怀疑他这徒弟似乎隐藏了修为 华清云见状感觉有些不妙 难道被师尊发现了吗 于是尴尬地解释 自己要是隐藏了修为能瞒得过他和宗主吗 古宇想了想好像是这么回事 毕竟华清云是他看着入门的 就他这智商确实想不到这种瞒天过海的好想法 随后便继续询问其玉佩之事 华清云则说是自己在路边摊上花二十零时买的 当时敢知道那玉佩上气息不凡 定是珍贵之物所以就送给师尊做受理了 没想到华清云的鬼话师尊全都相信了 华清云一脸尴尬 怎么感觉师尊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就在华清云挠头时 古宇叫了他一声 当华清云转头看去 却发现古宇一掌差点没拍在他的脸上 华清云直接麻了 现在的人都喜欢不按套路出牌吗 古宇解释华清云虽突破到灵工八重 但反应还是有些不足 其实就是想突然出手试试华清云到底有没有隐藏修为而已 就在这时华清云怀里的小说竟意外掉落下来 好巧不巧地掉在了师尊的床上 当古宇看到这东西好像有些眼书 吓得华清云连忙拿起收入怀中 师尊 这是弟子平日里的一些小消遣 古宇也只好无奈地挥了挥手让他先退下来 临走时还不忘嘱咐华清云凡事都要以修炼为重 这些闲书还是少看为好 华清云没想到这次师尊居然没骂他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师尊正是小说的作者 没想到自己的徒弟这么有眼光 竟然会看自己写的书 而且看他那本 还是限量版的签名书 看来休假期间是去云星城买书去 不过此事还是先隐藏起来为好 他是一纸剑气便能解决战斗的隐藏大佬 可一心却想摸鱼重新变回那门弟子 但今日师尊静不惜暴露自己是小说作者的身份 让其努力修炼争取在宗门大笔市取得前二十的名次 如若不然便将书中女主小师妹写死 一边是自己的向往的摸鱼生活 另一边是还未发售的原稿和小师妹 这到底要怎么选择吗 如今天交圣会规则改变 清云见宗个堂堂主齐聚一堂 松林堂堂主不解 以往天交圣会讲究点到为止 以武会有 难道这次真的要一命相搏 温健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测试出个宗弟子 在危机关头的应变能力 是他们十位宗主投票后决定 取消不得商人性命的规定 所有修饰在战斗前都须利下生死状 战斗开始后有个宗长老在旁护法 但若出现伤亡 其所在宗门不可因此动怒 听到最新的规则后在场的堂主都无比惊讶 蓝月堂堂主认为参加天交圣会的弟子 无疑不是宗门的天才 如果出现意外得不偿失啊 温健其实也深知大家的担心故无道理 但如今魔宗活动频繁为了以后宗门弟子能尽快应对危机 所以必须尽快让弟子们历练成长 随后温健更是说出了此次第一名的奖励 那就是由东道主星天宗准备的 最后一枚玉尘天地的粉种钥匙 众堂主文言无一不感到震惊 传闻五百万年前苍原界第一人玉尘天地 连继后留下无数绝顶功法 后人在九幽海域发现了他的粉种 其中蕴含了极为恐怖的禁止 想要打开须凑够五块钥匙碎片 细今为止被发现的钥匙碎片已有四块 若是能拿到这最后一枚钥匙碎片 他们青云建宗便能进入天地粉种分得一杯羹 为了能拔的头筹文件宣布青云建宗一周后 开启宗门大笔 即将开始的宗门大笔 让本来就内卷的青云建宗更加内卷 这次大笔前五名不仅能获得丰厚奖励 还能代表宗门参加天交圣会 只有我们的华青云依旧在树下沐鱼百万 这时未然小师弟突然出现 只见小师弟一脸开森地看着华青云 随后一脸自信地说之前华师兄教他的建招自己已经鲁果成青 而且还给华青云带来一个极为有用的消息 那就是内门弟子的前三名可挑战真传弟子 若挑战成功便能取而代之 华青云文言如果自己被内门弟子击败 就能顺理成章脱去这真传弟子的身份了 以后朝九晚五的生活就只会越来越轻松 就在此时古语通过传音令牌让华青云赶快回来 而古语关于这次宗门大笔 他给华青云定了一条硬性规定 那就是在这次宗门大笔取得前二十的名次 华青云文言一口规矩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世尊 我要是真有那本事 怎么可能到现在还是垫底的存在呢 古语这时揭穿了华青云的谎言 想当年你在擂台上一纸剑气便将对手打败 其中蕴含的剑道丝毫不亚于任何真传弟子 此刻的华青云懊悔提了 当初就不敢守剑 没想到自己那一成不道的威力就已经如此苦过了 华青云剑状赶忙解释那一件纯属偶然罢了 世尊 人家是真的做不到啊 吴宇见状于是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锦 将小说狠狠拍在桌上 华青云没想到世尊背地里竟也看这种东西 可当他看到作者鼠名 于谷 吴宇 这一刻他终于猜到了这小说乃是世尊所写 华青云人马了 自己最喜欢的小说的作者 竟然是他最为亲近的世尊 吴宇随后拿出还未发售的第十二卷原稿 这时华青云才意识到世尊将这件事告诉他 该不会是威胁让他取得前二十的名次吧 活不其然要是华青云没进入前二十 书中的女主小师妹就会被世尊写死 小说也就此完结 堂堂隐藏大佬竟也有被拿捏的一天 为了能提前看到未发布的小说出稿和插画 一直摸鱼百烂的隐藏大佬终于同意了世尊的请求 被世尊威胁的华青云一脸无语 小师妹可是他最喜欢的书中角色呀 世尊 你怎么能如此草率地决定角色的命运 你对得起广大的书迷吗 古语冷冰冰地告诉他 不仅要将小师妹写死 顺便再让主角的师姐嫁给别人 华青云麻辣 那可是他第二喜欢的角色呀 世尊 你好很不忘 你不然就别怪徒儿不应了 于是出言威胁 要将古语写小说的事情告诉宗主 可古语却十分淡定 若是那样他就让主角的青梅竹马 当着他的面被杀死 华青云一口老血喷出 世尊算你很 但古语承诺他若是能进入前二十 不但会善待华青云喜欢的角色 还能给他看为发布的小说出稿 顺便再送他几本典藏版小说和插画 虽然华青云很生气 但为了自己最爱的小说只好无奈答应 华青云刚一出门便碰上了曲天师弟 只见他怒气冲冲拍着曲天的肩膀 曲天 唐主找你 曲天一头雾水 华师兄这是怎么了 曲天刚进屋便发现古语唐主一脸开森 而古语今日叫他前来 是让他去通知闭关的月见新宗门大比一事 没办法宗门第一卷王 修炼起来连传音御符都忘记看了 很快曲天便来到静影峰 月师姐 刘云堂曲天求剑 可叫了几声都没有回应 看来月师姐果然在闭关中 下一秒一道恐怖的剑气便将大门冲开 曲天见状不妙 直接跑了进去 当他踏进院中只发现一枚被剑气包裹的石板正漂浮在空中 紧接着浑身杀气的月见新便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只见他杀气腾腾地问道 刚才你都看见了 这可把曲天下的色酸发毒 人家什么都没看过 在下刘云堂内门弟子曲天 凤谷与堂主之命 策来告知天交圣会即将到来 请月师姐参加宗门大比 当得知是华清云的师弟 月见新瞬间变身蒙妹子 为了以防万一在曲天临走时 还是温柔地威胁了一下 随后曲天便连滚带爬地逃离了这里 当才太专注于练剑了 连有人进来都不知道 在华师兄的指点下 他对剑道的领悟又更近了一步 若是现在让他同内莫宣手下的邪魁进行战斗 他三剑便能将其斩碎 华师兄 等着吧 宗门大比之时 剑心必定让你刮目相看 与此同时华清云也在为宗门大比做准备 毕竟用剑道太容易暴露实力 好在这次规则灵活 可以靠道具法宝获得胜利 即便这样赢了也不会被重点关注 有了这些东西 只要他稍加设计 赢个几场还是轻而易举的 就在他将法宝收入储物袋后 发现石桌上遗留的通天玉 这通天玉似乎已有灵质 竟不断发出红光蛊惑华清云 只要将灵力注入他的体内 他就送上通天造化无上修为 凡是想要拥有之物 接客手道琴来 听着一直画大饼的通天玉 华清云逐渐暴躁起来 只见他一把拿起通天玉狠狠地丢在地上 触碰你妹 再烦老子 一会儿找个锤子给你压砸了 通天玉没想到 竟有人不受他的捕获 他活了这么久 还从未有人能有如此定力 一心只想摸鱼的华清云 怎会受他的捕获呢 他还以为是什么小广告弹窗 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见通天玉不断散发出红光 本作乃魔界天魔 通天大人 他是一指剑气就能秒杀魔宗强者的魔鱼少年 就连通天魔尊在他面前都得乖乖臣服 面对通天玉的自我介绍华清云一脸不屑 什么通天大人 闻所未闻 通天魔尊还是第一次见有比他还嚣张之人 本作当年随魔主一同降临此界 魔主离去后本作便留在此地 原来是没气子呀 那就更没什么好嚣张的了 通天文言不爽到了极点 有本事将灵力注入这块通天玉中 本作定要当面教训你一番 怎么样 小子你够胆就进来 华清云没想到这通天玉里面竟是一个秘宝空间 于是他轻轻一指 随即进入通天玉内部 当华清云刚进入通天玉蓄空内 通天的灵体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愚蠢的人族 竟然真赶进来 看到通天这副丑陋的模样他是一脸嫌弃 被嘲讽相貌的通天更加不爽了 无奈通天魔尊 而等人足废物 别敢和本作这般说话 就看你不爽怎么了 看你通体成紫色 又是天魔 那就叫你子魔好了 人家有名字的好吗 叫我通天大人 华清云一脸中二 继续叫着他子魔 小子你也就只能嚣张一会了 本作乃是这方空间的主宰 进了这里你还能随意出去吗 华清云闻言询问他要如何离开 这时通天一脸坏笑地告诉他 因是得到大爷的许可 但凭你这嚣张的态度 放你走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二是和大爷有交易 什么财富 没你 地位 修为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华清云闻言感觉有点意思 于是一本正经的提出 要是能让他长命百岁 一辈子摸鱼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提升寿命摸鱼百难 本作做不到啊 于是便让华清云再换个愿望 华清云想了想 不行就让魅修多更新几本 让人家一次性看个爽怎么样 通天一脸问号 那是什么鬼啊 华清云从怀中掏出小说给他介绍起来 这是外面很流行的小说 顺带一提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师尊 谁会给你实现这种垃圾愿望啊 华清云一脸不爽 你这也太废物了吧 就这么两个简单的愿望都实现不了 还敢在我面前嚣张 气急败坏的通天威胁华清云要是不同他交易 便将其永远困在这里 被威胁的华清云直接暴怒使用神式幻化成一只巨手 将通天在手中蹂躏起来 通天没想到华清云居然能触碰到他的灵体 但想要伤到本作 除非能掌握大道法则 否则他根本不会受到半点伤害 华清云飞飞一笑 大道法则嘛 那可真是巧啊 我正好有那么一点点的理解 通天懵了 这特喵的是什么剑气啊 被华清云收拾一番过后 通天不仅送上他珍藏多年的天才法宝 更是主动送他这尊大神回家 华清云没想到这次竟还有意外收获 有了子摩给的几件宝物在身 这下宗门大比可以高枕无忧了 趁现在还有两天时间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与此同时幽静的山洞中 一名清云剑宗的弟子 正在鬼鬼祟祟向摩门之人汇报信息 看来此人便是那名被安插在宗门的间隙 原来他们也盯上了此次宗门大比 飞影承诺此人带他取得天交圣会名额之时 便会将他从清云剑宗带走 看来我们的华清云接下来的宗门大比 似乎不会像他想的那样轻松了 他是喜欢扮猪吃虎的真传吊车尾 今日宗门大比开始 果然成为内门第一首选的单挑对象 原来就在刚刚 清云剑宗近年来招募的弟子全部齐聚于此 此次大比正式开始 和往年不同 战斗中服转 丹药 领宝或者是阵法等外道 皆可使用 各封堂主以及长老皆会关注弟子战斗 防止有人因此受伤 随着温剑一声令下 接下来就先由内门弟子进行比试 很快无数玉牌就浮现在上空之中 大家手中的玉牌便是对阵的编号 只要手中玉牌亮起 便是要上比武台进行战斗 很快第一轮战斗打响 上场的分别是敬尹堂弟子和蓝月堂弟子 台下的两位堂主纷纷讨论起这些内门弟子的实力 谷宇则在一旁默默注视着比赛 很快大比便从清晨打到了黄昏 我们的华清云也在这时姗姗来迟 而最终也到了内门大比的最后一战 那就是月灵堂阳太对战风灵堂兴薇然 看着下方挺进决赛的师弟华清云是一脸欣慰 大战一触即发 这月灵堂的阳太 乃是灵宫近五重的修为 华清云只是简单教导了他几招剑法 他便能有所领悟 进展到如今的地步 天赋绝对不属于其他天骄 如果表现得好 很有可能被封天亮堂主收为真传弟子 两人的战斗也进行到了最后时刻 阳太决定接下来一招定胜负 威然师弟表示正有此意 只见阳太竟祭出了聚魂燃气符 此符转可短时间内燃烧自身的灵力和灵石激发出最强的爆发力 而威然师弟则服下了爆气丹 虽然只是三品丹药 但就功效来说 也算是具浑然气浮的完美平庭 果然二人都留有后手了 两人在灵符和丹药的加持下都使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剑 两股剑气产生的爆炸差点 连关战的弟子都给阵飞出去 当烟雾缓缓散去 威然师弟还是输在了境界上 若是两人境界相当 阳太必败无疑 但如果不是华清云的指点 他穷尽一生怕事都无法对剑到有这般理解 最终内门弟子大抵到此结束 温剑也对他二人十分满意 一个根基扎实 一个天赋过人 他两人都有成为真传弟子的资格 接下来便是月薪仙子的疗伤时刻 只是轻轻一指 两人的伤势和灵力瞬间就恢复了 按照规矩内门弟子的投名 可优先挑战一名想要挑战的真传弟子 若能击败对方 便可替其成为新的真传弟子 而阳太要挑战的对象自然是 号称真传吊车尾的刘云唐华清云 毕竟华清云身为真传弟子 但实力却是天骄榜倒数低 灵宫禁六重的修为 堪称清云剑宗史上实力最不济的真传弟子 大家也都十分期待这场内门第一对战真传末尾的好戏 只有我们未然深知华清云的可怕之处 杨师兄 你多保重 不知接下来的战斗华清云要怎样应对 他是半猪吃虎的隐藏大佬 今日在擂台赛上更是碾压对手 华清云的对战正式开始 杨太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其实杨太对他的摸鱼行为十分失望 身为内门弟子的他一心向导 为了成为真传弟子每日废寝旺时的修行 从不敢有一颗懈怠 华清云也似乎已经猜到他要说什么 可你身为真传弟子 却奉行朝九晚五的生活 从来不好好修行 即便是在修炼之余 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用来偷懒 你这些懒散行为根本不配待在清云剑宗 并扬言自己会打败华清云成为新的真传弟子 华清云没想到自己的朝九晚五生活 华清云果然大佬出品避暑精体 在杨太的猛烈进攻下阵法依旧完好无损 这可令观战的堂主十分气愤 我清云剑宗弟子 讲究一剑入道 华清云却只会归缩在灵附后面 如此行径 岂是剑休所为 这时师尊站出来帮华清云说话 要是人人都像你那般鲁莽 我清云剑宗早就已经灭亡了 我徒弟那是大致若愚 温剑对此也表示 只要能赢得胜利这又有何不可 只能证明华清云有手段 杨太现在是十分恼火 面对一个内门弟子 却只敢躲藏在扶阵之中 这般行为和乌龟又有何意 谁知下一秒 华清云竟解开了扶阵 既然你这么想和我正面交锋 那今日便给你个机会 一旁的师弟健壮也在心中默默为杨太祈祷 杨师兄你一路走好 杨太文言当即换了一副嘴脸 为先前的言语道歉 华清云则阴沉的脸表示这点小事 他是不会介意的 只见杨太摆好架势 身后无数飞剑蓄势待发 而华清云这边则是不慌不忙地 掏出另一枚灵符 凭借着一张灵符释放的灵力 就令在场中人不寒而立 轻轻松松便挡下了杨太的攻击 随后华清云催动火焰开始了反击 杨太见状进步息燃烧精血 只见吸收精血的宝剑顿时威力大增 可最终还是不敌华清云的攻击 一声爆炸声过后 杨太被轰得全身金光 早就和你说了就是不听我的 本来还想挑战华清云的弟子 被吓得瑟瑟发抖 是不是稍微有点太薄了 希望不要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被隐藏大佬随意指点了一下的 跃剑心有多恐怖 常见未曾出风就碾压了对手 就在华清云取得胜利后 接下来就到了威然师弟选择对战对手 威然一脸高兴 连忙夸赞华清云刚才那一战 华清云也为他加油 尽力即可 走上比舞台的威然 选择挑战的对象是 真传弟子倒数第三的灵师弟 就在华清云看比赛时 突然被师尊叫了过去 当华清云来到观战台 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是师尊开口问华清云先前 所使用的那张灵符适合来历 华清云连忙掏出灵符递了过去 并说是他在某处秘境之中 得到了某位前辈的传承 才领悟到了这张板炎龙符 符传本身所能释放出的威能 和弟子的灵力息息相关 事实上 他的灵符是以自己的部分灵力 和子魔做了一笔交易换来的 这种灵符一经释放 威能可堪称子府进四重的攻击 他只需在战斗之中 使用这些灵符 便能够兵不血刃地赢得对局 成功踏入前二十的名次 既不会被宗门怀疑实力 也能够完成师尊的约定 可董堂主却十分不悦 身为清云建宗弟子 所使之道 却皆为福到阵法 未免有些圣之不 可华清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既然此次宗门大笔 不限制使用任何外务 那他的这些手段 便在规则允许之中 难道董堂主 是在质疑宗主所定下的规则吗 这是宗主发话 既然这灵符是华清云 从逆境之中获得的传承 那就是他的手段 嘱咐一翻过后 便让华清云告辞离开了 此时未然师弟的比赛已经结束 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即便如此未然师弟的实力 离成为真传弟子恐怕也不远了 接下来便是真传弟子的对战 本想打个瞌睡的华清云 却听到接下来是月剑星的对战 瞬间就来了精神 看着下方都是月剑星的小迷地 不得不说月剑星的人气真是高啊 而月剑星对战的是 天骄宝排名第六的真传弟子 换月堂屈宴 就在此时两位宗门天骄同时登场 华清云也发现月剑星的建议更加明实 修为也有所提升 而这也是两人距离 上次交手已有一年之久了 上次他二人共对了133招 曲燕以一剑之叉败北 他苦心修行未得 就是今日能战胜月剑星 面对曲燕的绝招 月剑星丝毫不慌 只见他摆好架势 随后缓缓拔出长剑 只见无数剑影将曲燕的分身斩灭 众人还以为彼时还没结束 月师妹就走了 此刻的曲燕自知 已经和月剑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最终选择了认输 遵循朝九晚五人生准则的华清云 到底多招人恨 就连自己的同门师兄都为他感到羞耻 便瞬息斩碎了所有残效 除此之外 还在曲燕师妹的剑身之上连点了数十下 使其灵力逆流导致脱手 正因如此才导致曲燕手中的零剑跌落 赵天璐也发现了这一幕 就是具体点了多少下他也没看清 只有华清云看得清楚 除去斩散的漫天残影零剑 后又连续不断的二十三剑 破坏了曲燕剑中的灵器 不愧是首席真传大弟子 只靠着一道剑痕 便能领悟出剑之大道的雏形 这可把几位堂主和长老激动得不成样子 年纪轻轻便领悟了剑之大道的雏形 这般天赋将来不可限量了 所谓剑之大道雏形 指的是三千大道之中的剑之大道 能够领悟大道将其融会贯通如凤毛铃角 少之又少 又过了许久太阳都快落山了 华清云也快到点下半了 谁知接下来的对战正是华清云 而他的对手乃是同为流云堂二弟子观山岳 华清云人直接麻了 万万没想到 这第一场战斗就是要面对自家师兄 而且还是天交榜排名第13啊 无奈的他也只有硬着头皮上台应战 华清云上台的第一时间便是布置扶阵 自二师兄加入刘云堂那天起 他便下定决心 要重振刘云堂 让其成为清云建宗内第一堂 所以他平日里对师弟们要求严苛 但身为刘云堂真传弟子的华清云 不但不努力还偷懒脱后腿 虽然华清云很佩服他师兄这种 望死成龙的心态 但奈何昭九王五可是他的人生性条 要知道人和一生除了修炼 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追求和体验 官师兄文言一脸刀 今天他势必要将华清云踢出真传弟子的队伍 只见他爆发出全身的灵气 一个跳跃来到上空对着下方劈曲 顿时间一股强大的剑气 封在了华清云的扶阵之上 剑气散发的寒气很快便将华清云冻成了冰雕 就在大家以为华清云被一波带走了 谁知他竟破开了冰封 台下的弟子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神奇 要知道这一剑之威足以堪比子促进五重 此刻的官师兄也没想到自己的权力一见 竟只是斩碎了华清云的扶阵 没能伤到他一分一毫 但现在扶阵已经消散 他瞬间觉得自己又醒了 于是询问起华清云是要和他正面对决 还是直接投降 华清云表示虽然自己很想投降 但为了小说中师妹的命运 这一局他非赢不可 看到华清云再次使用扶阵 官师兄随即就嘲讽了起来 毕竟他能破一次就能破第二次 这些灵符制作不易 还是劝你省着吧 可华清云告诉他 刚刚的那道扶阵只不过是基础版罢了 现在的才是完全版 看着如此强大的扶阵官师兄人直接马了 而接下来便是华清云的反击时刻了 谁能想到整日摸鱼躺平的华清云 竟还是传说中的克金大佬 师妹也更是对其更加崇拜 面对完全版的防御扶阵官师兄是一脸生无可辩 这就是传说中的克金大佬呢 即便如此官师兄也选择迎难而上 可自己的权力一击打在防御扶阵上 却被其轻松抵消 先前仅仅是数十张扶转组成的扶阵 官师兄费尽全力才能打碎 现在密密麻麻就像铜墙铁地 得多强的攻击才能震碎 上方的堂主也十分惊讶 光凭林恭敬的灵力竟同时使用这么多的灵符 另一名堂主猜测华清云应该是吃了什么补充灵力的单样 师尊没想到华清云的心机居然如此老谋深算 整版的扶阵 从而不用再担心会被击破 难道说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想到这里鼓与一脸欣慰 为了完成两人的约定 华清云竟如此罕见的拼尽全力 但这两人都是他的弟子 无论哪一个落败都不是他想看到 如今的官师兄纵使耗尽灵力也无法打破华清云的扶阵 虽有万般不甘但也只能选择认输 而本次比试也以华清云归壳般的防御获胜 离开之士官师兄提醒他 这扶阵的强度对子辅进三重以上的修饰来说 只需集中一点进行攻击就可破开 同样的手段在其他弟子那里不会生效第二次 所以光靠这些扶阵很难走远 但愿你还有别的底牌 能让刘云堂走进更加靠前的排名 华清云十分感动 虽说官师兄平日苛责了些 但本意绝对是好 不过排名对他来说却是麻烦 这一时他只想活得平平淡淡 下方的弟子对华清云刚才的表现议论纷纷 一见未出竟能取胜 真是岂有此理 华清云早就猜到大家会是这样的反应 可没有怎样 淡定 淡定一点 当才观战的月剑星十分不紧 华师兄怎么用起灵符来 这是一道声音突然打断正在思考的他 原来是静敏堂真传弟子罗霞 师妹是不是也觉得刚才的战斗太不光彩 月剑星文言一脸气愤 他绝不允许有人诋毁华师兄 而且宗主早已立下规则 不限任何方式 只要能赢就行 华师兄可是凭本是取胜有何不光彩之说 气得罗霞连忙反驳 我清云剑宗弟子战斗竟连一招剑法都不用 未免也太过分了 月剑星却不这么认为 谁说我清云剑宗就必须已剑入党 据我所知二长老踏入灯 先进便是借助的风之大道 华师兄不出剑的原因 那是因为没有人能逼得他出剑 不得不说月剑星真的是华清云的小女妹 身为首席大弟子的他 对于那些懒散的弟子往往都不会睁眼相看 可唯独华清云这个宗门头号 莫于弟子他却反方为 谁知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两人的争论 就连正在树下睡觉的华清云都被惊醒 原来是刘云唐真传弟子赵锐竟对同门痛下杀手 果然每个宗门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反派 万千迷媚眼中的爵士美男 幸也不是宗门反派卧底的对手 即便用出自己的绝招还是伤不了对方分毫 当得知赵锐当众残害同门 华清云显然已经生气了 虽然宗门大笔不限任何战斗条件 但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 那就是绝不能刻意伤害同门 此刻的执法长老一脸气愤 赵锐见状连忙解释 他的剑法一旦爆发便无法收手 这才导致尸首斩杀了这名弟子 古语面露阴沉 难道赵锐先前外出探寻秘境获得了大门传承 这才令他一跃从紫辅近二重提升到了五重 温剑看出赵锐刚刚那一剑 乃是上古之时的一门名为暴灵爵的秘术 将周身灵力压缩至一顶 渡剑的释手妥善安置一下 随后向下方弟子说道 渡剑实力不足 强行迎战 被赵锐无心斩杀 还请诸位弟子小心 剑乃杀伐之道 若是实力不足 尽快投降便好 月剑星和罗霞也没想到最终悲剧还是发生了 之前的宗门大笔也有人因为灵力耗尽强行后知 不顾自身性命拼死相抖 但大部分都被围观的堂主和长老及时出手救下 可惜今天还是发生了意外 此刻的赵锐身上隐约散发着一丝魔气 华清云一脸过 刚刚竟从他身上感知到了魔气 难道是错觉吗 很快55名真传弟子便筛掉了一大半 接下来便是第二轮比赛的抽签 只要华清云赢了这场比试 便跨入了前12名之中 如此一来 就完成了和师尊的约定 他只需要在第三轮比试中自然而然的落败 这样大家就不会对他有所怀疑 第二轮的比试 由天交榜第五刘云堂首席弟子云修成 对战刚才的反派卧底赵锐 云修成上来就是对着赵锐一顿嘲讽 表示除了天交榜前十 其余的人他都没有放先行在言 你作为一个新人 我允许你先出手 赵锐对此则是笑而不已 只见身后凝聚出树柄长剑 便冲给云修成攻去 一声爆炸声过后 只见云修成的防御屏障性被击碎 但面对树柄长剑的攻击 依旧还能轻松应对 先前云修成出言挑逗 其实就是为了引诱赵锐率先出手 然后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 以星云剑绝绽放出漫天灵力 并炸散于空中 将刚才那一剑的大半威能 都挡下来 只见云修成不再留守 将灵气汇聚于剑 打算用他的绝招星云剑绝一招 解决战斗 如此威力的攻击之下 想必胜负已定 谁知下一秒恐怖的灵牙 便席卷了整个雷排 当烟雾散去 刚才的灵力竟被赵锐成 一柄剧剑 云修成没想到在他的绝招之下 赵锐竟然还能做出反击 面对袭来的巨剑 云修成一剑气化连出手抵挡 谁知竟被轻松斩碎 难道这家伙一直在隐藏实力 谁能想到 一直被宗门弟子视为废柴的华清云 竟能轻松碾压天骄榜第四蓝星堂首席弟子 就在刚刚赵锐开始了绝地反击 一招便将云修成的防御莲花击碎 如此恐怖的剑气 已经不是云修成能抵挡 虽心有不甘但也只能选择投降 但还是被剑气余波重伤倒地 赵锐则是轻烈一笑 承让了云师兄 现场瞬间鸭雀无声 谁都没想到这赵锐的实力竟有这么强 刚刚那一剑的威能已经堪比子府进八重了 吴宇十分担忧 赵锐的杀性太重 那一剑速度极快 纵使他们前去救援哄怕都来不及 但刚才赵锐即时停手 也打消了几位堂主先前的一路 但只有话清云清楚 刚才赵锐那一剑是真的想去走民修成的幸运 虽然他在最后收敛了杀意停下了零剑 很显然 他没有贸然出手似乎是另有目的 华清云猜测可能是跟他身上的魔器有关 看来他就是魔宗安排在宗门的卧底 但想到他区区一个子府进五重的修士 在登仙境的堂主面前不过也只是楼尾巴 就算天塌下来也轮不到他来操心 很快华清云的对战开始了 而他的对手乃是天骄榜第四蓝星堂首席弟子同战 此人在上一届的宗门大笔一路过关展相 但还是败给了越剑星 很多弟子认为同战的实力丝毫不亚于照天路和将冬 而同战上来就是对着华清云一顿嘲讽 并让其主动投降什么一会儿被他打成重伤 可华清云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见华清云丝毫没有要投降的意思 红战也不再废话 打算一剑将这个龟壳防御破掉 谁知就在长剑即将要刺到浮阵时 浮阵进腾空飞起 这番牛批的操作也是亮瞎了众人的双眼 只因浮阵要连接天地之力 所以必须驻留原地才能固若金汤 可华清云的浮球竟能做出如此敏捷且灵活的移动 越剑星有些沮丧 他没想到师兄藏得这么深 除了剑道以外 还对浮阵有如此钻研 看来人家不管怎么努力都追不上华师兄了 同战见状于是使出自己的绝招打算将浮球捆绑 但华清云早已洞察一切 只见他拿出一张浮转扔出 剑气与浮转的碰撞当即产生一笔巨大的爆炸 谁知同战竟趁着爆炸产生的烟雾扔出暗器偷袭 可华清云也早就在刚才的浮转中藏了暗器 更是一脸嚣张地表示这招流云剑绝之中的天女丧花 可是正宗的剑法 气得师尊牙齿痒痒痒 我的流云剑绝中什么时候有这种剑法 华清云对同战刚才小人行为一脸惊弃 趁着烟雾丢出这么多绿布拉击的暗器 这种偷袭行为未免也太难看了些吧 得知华清云还会使用暗器 越剑心更加崇拜了 华师兄真的是太帅了 董堂主不是说我清云剑宗的弟子 应该以身华剑一剑入道吗 怎么连同战也用起这种身外物吗 这可真是当众打脸了 董堂主表示这些身外物 只不过是起到辅助效果 真正能拼出胜负还是得依靠剑法 此刻的同战才发现华清云一直跟他隔空喊话 是想用声音来试探出他的位置 于是他一笔之道环石笔身 本以为成功击中了浮球拿下了华清云 谁能想到下一秒同战竟被铁链捆绑 就你这实力还想跟我动 真是自不量力 平日里温柔可爱的小师妹 竟也有如此暴躁的一面 只因有人说了师兄的坏话 还让小师妹如此生气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同战 没想到竟被华清云困住 而这幅阵即便是子府竟武红的修饰 也能困起三十戏的时间 华清云让他快点投降 不然便斩了他的慧根 吓得同战瑟瑟发抖连忙认输 最终此次比试由华清云获胜 上方观战的赵天璐表示 虽然有运气的成分 但能以零公进八重击败子府进五重 这等战绩足以傲视宗能 而他身旁的将都却不这么认为 看似运气 其实从战斗开始同战便被套路 战斗还没开始华清云就布局 让同战陷入了轻敌的心态 随后在遮挡整个擂台的灵目中 更是精心布局 先用言语挑衅刺激对手 让其无法察觉自己把扶转藏在了暗器中 并在和同战固制暗器时 悄悄把束缚阵法布置到他的身边 随后故意将自己的位置暴露给同战 让其以为他仍在扶阵之中 引诱同战再度发起攻击 而华清云则趁着烟雾盾向同战身后 在将都的一顿分析过后 赵天璐对华清云也大有感官 表示华清云将是他俩的一大威胁 而将都竟发现华清云的修为 应该远不至表面上那么简单 旁边吃瓜的长老一脸坏笑 以若胜强 将福道和正道融为一体 真是妙啊 而下一场比试正是我们的小师妹月剑星 对阵子府近四重蓝月堂首席蓝星月 蓝星月自知实力不如月剑星 但身为剑修的他 也有着一颗不断向上的心 月剑星则是一脸淡然 让其全力出手 站至最后即可 可蓝月却表示他的意思是为了赢得胜利 他将会不择手段地进行战斗 将月剑星击败 因此影响根基 温剑则看出了蓝星月的意图 他是想要以剑之道踏入子府近五重 而想要踏入子府近五重 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对于自身所修炼的大道 有一个轮廓的待遇 必须领悟剑一处碰到剑之大道雏形 才能有机会踏入子府近五重 华清云没想到蓝星月为了入道 竟然如此破采中 不知道月师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只是面对月剑星随意挥出的意见 蓝星月显然就有些招架不住 于是他连忙扔出准备好的浮转进行抵挡 虽然能抵挡一阵 但终究不是办法 此刻的月剑星不断出剑挥盘 朝着蓝星月步步逼近 即便是服用干药之后的 他面对月剑星还是不敌 而月剑星并没有选择直接结束战斗 而是以剑化形支点起蓝星月的剑道 蓝星月也在月剑星的帮助下 成功突破子府近五重 可即便是迈入子府近五重 依旧挡不下月剑星的一剑之威 就这样我们的小师妹轻松取得了圣灵 蓝星月对月师妹的指点也是感激体的 不愧是头号真传大弟子 这等气量和实力果然不是人家能比拟 本以为就此结束 谁知刚才观战的弟子竟有人敢敌鬼花青玉 只见下一秒月剑星一直剑气便朝着那名弟子袭去 更是露出从未有过的凶狠表情 霸师兄也是你能随意敌我议论 快点点霸师兄道歉 东门的第一天交进被人误会喜欢上了店底的废柴 而这惊天大瓜更是被同门一顿乱传 华青云是一脸尴尬 他可不想自己是隐藏大佬的事情被别人发现了 那名嘲讽华青云的弟子此刻怕得要死 连忙解释只是评价一下华青云的战斗方式而已 越见新闻言一脸气愤 什么评价 分明就是在诋毁 我青云剑宗虽修剑道 但修剑之前 理应修心 华师兄虽在战斗中并未出剑 但其足智多谋 对规则道具的理解运用 都远超而等之上 自己实力不计早早落败 却极度不甘于他人战斗 如此心态有何资格评价他人 此话一出在场弟子瞬间压去无声 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有些小肚鸡肠了 羞愧难当的他连忙向华青云道歉 先前说了一些蔑视师兄的言论 实乃无心之举 还请师兄不要介意 面对下方弟子的注视华青云尴尴尬极了 表示刚才的事情他并没放在心上 师妹啊师妹 你搞什么飞机啊 越见新更是扬言若以后再有人敢妄议华青云 他定会亲自出手教训 有空去妄议他人 妇如好好休息 随后来到华青云的身旁 华师兄 人家待在这里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华青云麻了 师妹你又来 你这让下方的弟子该怎么想我们了 两人也是相互传言沟通 怎么样 华师兄 人家表现不错吧 这样一来以后就没有人敢在背后说你坏话了 华青云一脸无语 他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引人注目啊 随后越见新便是对着华青云一顿夸赞 华青云总感觉怪怪的 于是连忙后退 果然小师妹是另有所求 想再让华青云趁此机会为他解惑 华青云麻了 我可不是你师父啊 不料小师妹竟出言威胁 无奈的华青云也只好再次指点一下小师妹了 而刚才越见新为了华青云斥责其他真传弟子的事情 也令罗霞猜想他二人可能是道理关系 头号大弟子恋上垫底真传 为了怕被人说闲话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私会 不料竟被身后的屈妹子听到 两人于是纷纷讨论起他们的关系 仔细一看他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竟然在偷偷传音 没想到今天居然吃到了惊天大瓜 罗霞连忙叮嘱屈妹子不要乱传 万一被月师姐知道了就惨了 屈妹子连忙表示自己嘴巴醉眼了 她是绝对不会乱传的 谁知刚回去就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她的小姐妹们 记住这件事绝对不能和别人说 与此同时小师妹在华青云的帮助下 居然原地修炼起来 果然内卷之王这个称号不是白来的 第二轮的比试也已经全部结束了 今日的比试到此为止 明日再开始第三轮比试 华青云也正好到底下班了 大殿那一名长老正在向温健禀报 今日调查宗门卧底的情况 所有弟子中共有五人行踪奇怪 其中最为可疑的便是刘云堂的三名弟子 分别是江都 赵锐 以及整日里摸鱼的华青云